像暗恋许久的男神表白悲剧 是一种什么感受 他原本打算将这份感情偷偷藏起来 却在一次醉酒后 稀里糊涂地和男神共度一晚 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心 他鼓起勇气询问男神 那天晚上 是你吗 男神沉默不语 一直不敢正眼看他 他也因此确定自己没有认错人 再次追问道 那天晚上就是你 对不对 哪知男神对他视而不见 冷漠地转身离开 他不明白为何男神态度转变这么快 明明那晚上对他很温柔 那些都不是他的错觉 他相信男神对他有感觉 于是转身追了出去 他一直偷偷喜欢了这么久 就算失败 他也想赌一次 他不管不顾地大喊 求你别走 我一直很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他希望男神不要逃离他 他需要一个答案 见男神依然不说话 他不安地询问道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那这男神突然用力甩开他的手 粗鲁地将他按在了墙壁上 玩味地道出 开个架吧 报个数 他这才发现不对劲 他表白错了人 他一直以为那晚和他在一起的人 是他喜欢的男神 诸不知是男神的双胞胎弟弟 弟弟接着道出 真是可笑啊 我对你也提不起半点的兴趣 如果不是那晚我喝了酒 你以为我会碰你 实话告诉你吧 那晚我压根不知道自己碰的人究竟是谁 他用力屏住呼吸 呆滞地听完这残忍的一字一句 然后失魂落魄地转身就走 他心中所有对初恋的幻想瞬间破碎 接着又听到身后冰冷的男生响起 还有 记忆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以后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只觉得心脏被狠狠地撕开 原本在强装镇定慢慢离开的他 终是忍不住快速飞奔离开了这里 回家后 他把自己关在浴室里 放声大哭 他只怪自己错得太离谱 他的爱情还没开始 就已经败得溃不成军 转眼四年后 他正在宿舍休息 摄友告诉他 今晚的聚餐临时换到了御华台 他好奇怎么忽然换 摄友指出好像是小雅星交的男朋友安排的 其实他不太想去 但又担心如果不去参加聚餐的话 大家会觉得他不合群 只能赶紧收拾好出门了 他来到指定的包间 很多人已经提前到了 一坐下 摄友就询问他怎么来这么晚 他解释路上有点堵 耽搁了一会儿 突然包间的门被打开 他好奇地抬眼看去 就见摄友小雅带着一个男人进来了 只是一眼 他就认出了这个男人 正是四年前羞辱他的男人 贺继承 男人一如既往的冷漠 他惊恐地坐立不安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摄友热情地带男人入座 其他人也主动搭话 场面一下子热闹起来 只有他沉默不语 他曾经幻想过无数次重逢的场景 却从未想过会是这一种 他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这个人 往事如噩梦一般铺天盖地的袭来 他压抑的心难过到极点 全程低着头 没有一句话 终于聚餐结束 听到大家要换个地方 他松了一口气 终于可以找个借口离开了 他心虚地看向对面的男人 却恰好撞上男人也盯着他 便下意识转头回避 男人提出去金碧辉煌唱歌 小雅很开心 道出 刚好我们家记忆唱歌的好听 一会儿让他给你展示一下 贺大哥 文言其他人也都建议他一起去唱歌 他尴尬地道出 他不太舒服 想回学校休息 就不去了 说完还悄悄瞄了一眼男人 想看看男人的反应 却见男人根本不当回事 只是在低头买单 小雅还是想劝他和大家一起去 他再次拒绝 男人突然起身冷冷地道出 走吧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留下他一个人落寞地坐在原地 他知道四年前的那些事 对他来说印象深刻 终身难忘 可对男人来说 不过是酒后的一场错误 都过去四年了 或许男人早已忘记了那些前程旧梦 忘记了曾经羞辱过一个名叫记忆的女孩 等他出去的时候 外面下起了雨 他想这个点 大家应该还没回来 碰到的几率不大 于是快速冲进了大雨中 哪只快跑到宿舍楼下的时候 还是老远看见了宋小雅回来的男人 他赶紧躲到一边 不想打扰到前面的两人 也不知道那两人在聊什么 一直不走 他真的好想回寝室冲个热水走 突然他又觉得 他不该像个傻子一样躲起来 他应该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于是他马上站出来准备往前走 鬼知道他刚探出身 正撞见男人迎面过来 他只能赶紧往旁边的绿植里躲 祈祷自己千万不要被发现 不知不觉他躲了五分钟 想着这么久男人应该走掉了 于是探出头看看周围的情况 却瞥见不远处男人的背影还在 他搞不懂为何过了好几分钟 是男人怎么还在这里 简直要了他的命 男人突然回头看见了他 他尴尬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偏偏让这个男人看到了这么狼狈的他 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跑回去再说吧 这样想着 便一股脑地快速往寝室方向冲去 却因为太心急不小心滑倒了 男人淡淡地看着他 完全像个陌生人 他吃痛的瘫都在地上 衣服磨破了 手臂和腿上也都摔伤了 他只觉得自己愚蠢透顶 明明努力回避 到头来又是这样 他痛恨自己每次面对这个男人时 都这么狼狈不堪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 一定觉得他是个笑话 他颤抖地起身 全身又冷又疼 这一跤摔得太狠了 在抬头时 见男人正眉头紧锁地看着他 他以为男人是看见他的伤口才这样 哪知男人下一秒就默然地转头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他才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又在自作多情 赶紧亮腔地往寝室这边走 回到寝室的时候 大家看见他浑身又湿又脏 很意外 担心地上前查看情况 还有设有滴热奶茶给他 指出是小雅男朋友送的奶茶 人人有份 洗干净出来正好喝了暖和一下 他若无其事地笑着硬下 然后往浴室走 关上门的一刹那 他心滴落到了极点 门外摄友们都在夸小雅男朋友真好 更重要的是这男朋友自制力强 无论别人怎么劝酒 都只有一句 喝酒容易招惹麻烦 他听着心里更加难受 原来那个男人就是小雅的男朋友 说什么喝酒会招惹麻烦 不就是指的四年前羞辱他的事情吗 这一刻 他真希望将自己藏起来 第二天小雅和他闲聊 询问他是不是认识贺大哥 他赶紧摇头否认 小雅叹息道 我还以为你和贺大哥会认识呢 我好想知道他高中是什么样子 对了 贺大哥前两天跟我说 今晚他有个朋友 在苏原搞了个影视大咖露天聚会 你要一起去吗 他借口称自己晚上还有事情 正好那个男人敲门进来了 他全身的细胞瞬间紧张起来 刻意将书抬高 挡住自己的脸 男人解释是手机没电了才上来的 无意中瞥见他旁边的垃圾桶里 正放着昨晚自己给他买的奶茶 男人瞬间怒了 小雅并没发现异样 笑着询问他是不是真不意气去 文言男人不悦地道出 今晚的聚会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别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招呼 说完直接转身离开 他强作淡定地继续看书 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最后决定还是回家好了 等他到家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他进门发现家里多了一双陌生的男士鞋子 便好奇地询问妈妈 家里今天是不是有客人 但不知道到底是谁 爸爸见他回来 笑着道出 小雅 你看谁来了 男人闻声转头看过来 他猛地停住了脚步 震惊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竟然是贺继辰 想不通这个男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家里 他拼了命地逃离这个羞辱他的臭男人 而亲妈却想撮合他和这个臭男人 只因两家长辈年轻时就很要好 他们俩还没出生就口头定过亲 妈妈并不清楚 他们私底下的关系很僵 为了避开这个男人 他特意躲回了家 哪知回家也能撞见这个男人 他郁闷到了极点 爸妈热情地招呼男人 还要留男人在家里吃饭 见他站着发愣 爸爸责备他没礼貌 同班同学连个招呼也不打 他为难地看了一眼男人 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故作轻松地主动伸手 向男人打招呼 男人也客套地回应 只是并没有回窝他的手 而是转头继续和爸爸聊天 他失落地转身往厨房走去 他知道 如果不是爸爸在 这个男人是不会和他讲一句话的 很快妈妈做好了一桌子菜 开心地招呼男人多吃点 他坐在男人旁边 实在是太紧张 手一滑 热腾腾的饺子不小心夹掉了 正好掉到了裙子上 他赶紧起身指出他去清洗一下 随后快速往浴室方向走 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都已经是过去世了 又何必给自己找不自在 既然这顿饭吃得他如做针毡 不如找个借口回学校吧 这样想着 他就假装焦急地跑到门口去换鞋 借口称他同学出事了 要回去瞧瞧 不等爸妈反应过来 他已经匆匆离开了 直到跑到楼下 他浑身的肌肉才慢慢松懈下来 却突然想起来 刚刚出门太急 包都没带 他不想再折回去 只能改天再回来拿 准备先打到网约车回学校再说 看手机太投入 丝毫没有留意到身后 男人也跟着赶下来 开车准备接应他 正好妈妈来电话了 询问他同学出了什么事 严不严重 他表示不严重 妈妈才放心 又询问他 觉得继承怎么样 是因为出了事 才被迫休学三年 算下来他年龄也不小 该考虑下人生大事了 没等妈妈说完 他直接道出 贺继辰 我和他不可能 正好被身后刚下车的男人听到了 妈妈不死心又继续劝说他 怎么不可能 当初我跟你和阿姨一起怀孕时 还说过 如果我们生下来的是一男一女 就让你们结婚呢 他一想到男人曾经羞辱他的话 就愤怒不已 激动的大吼 妈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和他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 我考虑谁都不会考虑贺继辰 身后男人听到他突然很觉得话 心中一正 马上快速回到车上 再次启动车子 他没有注意到车上的人 继续对电话那边道出 妈 我是认真的 话还没说完 被猛地擦身而过的小车吓到 他郁闷地看着已经远去的车子 心里暗骂 这谁啊 发什么神经 但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那辆车有点熟悉 等他回到宿舍的时候 发现大家还没回来 坐机突然响起来了 也不知道是谁 他上前接过电话 礼貌地询问对方找哪位 对方的一句拧吼 他瞬间愣住了 竟然是贺继辰的声音 不明白 这男人为什么要给宿舍坐机打电话 他不好直接挂掉 只能询问男人是不是找林雅 结果电话那边一直沉默 见状他主动道出 林雅现在不在 等他回来我会让他联系您的 如果没别的事情的话 我就先 一句话还没说完 电话已经被挂断了 他心里滴落到极点 这男人是听到他接的电话 所以就不愿意讲话了吧 转眼又到了周末 追设有的学长 请他们全宿舍的人一起跑温泉 他们来到指定的包间 发现学长已经到了 旁边还多了一个人 正是那个阴魂不散的男人 男人抬头看向他 他呆滞地愣在原地 想不通这个男人怎么会在这 早知道他就不答应一起来了 大家开心地落座 只有他低头不语 学长突然提出要和男人加个好友 闻言男人下意识抬眼看向他 就见他在专心地埋头干饭 男人大方地拿出自己的二维码 让学长锁 其他人也要求护加好友 只有他安静地坐着 无动于衷 见状 社友询问他怎么不留个联系方式 他低头不语 努力思索着该如何开脱 突然他想到了 笑着道出 他手机忘带了 在酒店的房间里 男人不悦地皱眉 一旁的学长只觉得可惜 又询问道 对了 你们为什么要叫陈哥学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陈哥好像不是你们必赢的吧 社友解释道 贺学长就是我们必赢的 贺大哥读的是导演戏 和我们表演戏不在一个专业 他很诧异 他记得男人当年 是以全国高考状元的身份 考入了第一学府S大 想不通男人怎么转来必赢了 学长也很震惊 询问男人是不是疯了 放弃第一学府和家族企业 来这儿 读这个不搭边的专业 男人没有说话 闭上眼睛 努力平复烦躁的心情 却还是忍不住突然起身 大家被男人怪异的行为 弄得莫名其妙 男人冷冷地道出 我出去一下 然后转身离开了包间 大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尴尬 学长赶紧催大家快吃东西 他包里的手机忽然响起来 担心大家听到 他马上起身 只说茶喝多了 去上个厕所 说完快速去厕所里接电话 是妈妈不放心他 电话询问情况 他让妈妈放心 已经到地方了 打完电话 他走出厕所 出来居然又看到了那个男人 正在厕所门口抽烟 他很想说真实冤家入诊 努力说服自己可能只是个巧合 于是假装没看见 准备直接离开 在擦身而过的时候 男人丢掉了手里的烟 他以为他顺利走过去了 还暗自松了一口气 哪知男人突然跟上前 用力拽住他的手腕 阴沉地看着他 凶神恶煞的脸直逼向前 他慌乱地挣扎 想甩开男人的手 男人突然用力一扯 将他硬生生地甩到了墙角 他强装淡定地询问男人要做什么 男人掐住他的下巴 阴狠地道出 我要做什么 不 是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我不是告诉过你 让你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眼前吗 或者你做这些事 没等男人把狠话说完 他开口拦截了男人的话 淡淡地道出 真是巧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强迫自己坚决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失态 他不明白这个男人到底在气什么 明明四年前受尽委屈和屈辱的人是他 见男人不说话 他又冷漠地道出 所以 贺先生 您尽请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成为您的困扰 麻烦您高抬贵手放开我 好让我尽快从您眼前消失 谢了 男人听完他毫无感情地一字一句 心中的无名火更忘了 末地的 男人冷笑道 谢我 你有什么可谢我的 四年前的事情 我还得谢谢你呢 记忆 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 他怨恨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眼角 终是忍不住流出了委屈的泪水 男人被他的眼泪瞬间拉回了绳质 惊慌失措地松开他 亮枪地后退 逃跑时地转身大步离开 他想不通这个男人为什么总是要伤他 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过他 饭后大家都在温泉池里面嬉闹 他没有下水 独自在一旁玩手机 小雅走过来让他帮个忙 爽快地答应 小雅还提醒他 一会直接送到酒店房间里 自己搬到1808房间 不住他隔壁了 很快他买好东西到房间门口敲门 里面传来男人熟悉的声音 门没锁 把东西拿进来吧 他呆呆地站在门口 有些为难 原来这是那个男人的房间 不过男人是凌雅的男朋友 晚上住在一起也正常 想了想还是算了 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还是赶紧把东西放下走人就好 于是硬着头皮打开门 麻利地将东西放下 抬头就见男人直勾勾地盯着他 他赶紧解释 他是来找林雅的 男人冷笑一声 嘲讽道 行啊 借口找得真漂亮 他与闺蜜的男友共处一室 被闺蜜逮个正着 没觉得丢人 反而还指着闺蜜的鼻子骂 只因他本来就是被闺蜜骗不来的 他答应帮闺蜜小雅送位生金到酒店房间 送到之后 才发现房间里是他最讨厌的那个男人 男人以为他故意接近自己 嘲讽道 借口找得真漂亮 你以为你用这样的借口来我房间 我就会留下你吗 他觉得这个男人不可理喻 愤怒地转身就要离开 门却正好被打开了 是小雅过来邀请男人一起吃宵夜 他震惊地看着从外面走进来的小雅 有些蒙圈 场面突然变得很尴尬 他不明白 明明说自己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小雅 怎么会在房间外面 他正要开口询问 小雅装作没看到 马上转头热情地询问男人 要不要一起吃宵夜 男人冷漠地拒绝 见状小雅才回头看向他 故意询问道 小一 这么晚了 你怎么会在贺大哥的房间里啊 他很想说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小雅不是最清楚吗 其他人见他不说话 赶紧帮忙打圆场 称他和贺学长是一个初衷的 说不定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文言小雅假笑道 没有啊 我之前有问过小一 小一跟我说 他对贺大哥没太大关注 看到小雅惺惺作态的嘴脸 他终于懂了 何着这是打定主意 要让他背负一个勾引闺蜜男友的罪名 他强压住心中的怒呼 反问道 林雅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不清楚吗 小雅故作不懂地询问他 这一话是什么意思 他直接道出 不是你告诉我 你来了月室 让我帮你去买卫生巾 还告诉我 你搬到1808房间来住了 让我送到这里来的吗 你要的卫生巾 就放在门口柜子上 小雅马上反咬他一口 委屈地道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没有让你帮我买东西啊 我今晚一直都在泡温泉 我要是真的生理期了 我怎么还会泡温泉呢 小雅 是不是你想要来找贺大哥 却没有借口 所以就拿着我当借口 他看出来小雅是有备而来 要将他诋毁到底 小雅越说越激动 泪眼汪汪地道出 人人都说 四年前刚入闭影第一年 就大红大紫的记忆不简单 若不是三年前 车祸昏迷了三年 怕是早就成了娱乐圈的一姐 小雅 我真没想到 你为了接近贺大哥 竟然拿我做幌子 非我一直以来对你那么好 一旁的社友安慰小雅别哭了 还催促他快点道歉 他听出来了 小雅这是从一开始 就把他当成了假想敌 他明明跟所有人解释过 但却没有一个人肯相信他 男人看不下去了 正要开口替他说话 他冷笑道 林雅 你说这话的时候 都不觉得脸疼吗 小雅不依不饶 还强调是他暂时手段陷害自己 他见小雅非要倒打一耙 不紧不慢地解开 手腕上的电子手表 冷冷地道出 小雅 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的 就算是刚刚 我知道你利用了我 我也可以忍 但是现在 说着将电子手表里的录音打开 就听到里面清楚地播放着 小雅当时让他帮忙买东西的原话 小雅惊慌得不知所措 他冷漠地看着眼前的小雅 不再多说 小雅难谈的大吼 够了 不要再放了 说着拿起自己的包包 就要朝他砸过去 他被小雅突然失控的举动吓到了 一时间竟忘记了躲闪 千钧一发直进男人冲过来护住了他 还生气地训斥小雅是疯子 他这才反应过来 他分男人靠得实在是太近了 赶紧用力将男人推开 随后转头怒斥道 机会我不是没给你 是你自己不要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招惹了我 就别怪我不留余地 既然你知道 四年前刚入闭影就大红大紫的记忆不简单 那么我就奉劝你一句 少招惹我 说完愤怒地转身离开房间 回家了 几天后再回到学校宿舍的时候 已经没看到凌雅了 社友指出她回家的这几天 凌雅也一直没回宿舍 听说是搬出去住了 现在上下学好像都坐的XD 突然谁要想到贺学长的车子 就是XD 怀疑凌雅是搬去贺学长家里 正议论着 门口凌雅拖着行李相经过 大家诧异地转头看过去 就见凌雅一身名牌装扮 气势压人 根本不准备和他们打招呼 她本就懒得搭理 收拾了一大堆要洗的衣服 准备送到洗衣店 却突然瞥见不远处 凌雅拖着行李相往学校门口 迎面正是那个她避而远之的男人 两人不知道在说什么 男人原本是低着头在听 不知怎的 突然转头看向她 她原本在悄悄打量着这两人 却猛然发现男人也注视着她 对视的那一秒 她满脸惊苦 赶紧转头快速离开 男人见状想抬腿跟过去 可她却一口气走到了洗衣店 她觉得她刚刚肯定是看花了眼 那个男人怎么可能会冲着她走来 而另一边男人被小雅缠得很烦躁 不想搭理缠人的小雅 直接大步转身朝驾驶未走 随后快速关上车门 隔绝了车外小雅喋喋不休的声音 紧接着启动车子离开了学校 一路上男人心情都很糟糕 手机此时来了短信 是好友指责男人爽约 没有在校门口等自己过来 男人让好友去金碧辉煌 好友很无奈 心里吐槽道 你真是我大爷 为了接近深爱的女人 她故意和女人的闺蜜 林雅牵扯不清 以至于女人误会她是闺蜜的男朋友 她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想方设法地约女人一起出来玩 哪知林雅当着她的面 故意给女人身上泼脏水 好在女人自己自证清白 她也因此对林雅很反感 待女人气愤地离开之后 她忍耐许久的怒火全部爆发出来 吓得林雅目瞪口呆 她才不管那么多 直接无情地将林雅轰走 一连好几天她没有再见过女人 好兄弟约她在校门口碰面 她想着女人也在学校里 说不定可以偶遇 于是爽快地过来了 哪知一过来又撞见了林雅 她根本无心听林雅在一旁啰嗦 突然她抬头发现不远处女人正看着她 她马上起身想走过去 却见女人厌恶地转头离开 她原本烦躁的心更加郁闷 再也受不了一旁林雅喋喋不休的声音 于是快速转身绕过车身 钻进车里 用力关上车门 哪知林雅还不停地敲车窗 她没心情再等好兄弟过来了 直接启动车子离开 然后她通知好兄弟去金碧辉煌 好兄弟对她大爷时的语气很无语 但还是赋约来到了她定的位置 一过来就熟练地给她递烟 她呆滞的接过烟 没有说话 好兄弟看出来她心情不好 询问她是不是在碧影待得不舒心 她眉头紧锁 沉默不语 好兄弟吐槽道 你说你 第一学府都拿到连读学位了 都被学校推荐去美国做交换生了 结果你跑碧影来了 就算是你读书读得厌倦了 你完全可以回家接管你贺家的企业 我实在是想不通 你为什么放着大好前景不要 非要从零开始 老实说 你来碧影该不会是有什么隐情吧 没什么情绪的她 听到这里终于有了反应 一时间竟忘了唤起 被一口烟呛到了 好兄弟看她这个样子 就知道自己说中了 马上追问她是男士女 是不是也在碧影 她瞬间满脸通红 不想搭理这个人 尴尬地起身离开 随后开车回学校 她想起女人对她说的那些绝情的话 心中一阵刺痛 车速也不自觉加快了 直到接近学校的路口时 她才踩了急刹车 她抬头发现路边上 有一个女人正蜷缩着 蹲在马路边上 似乎很难受 只是一眼 她就认出了是那个女人 女人捂着肚子 浑身颤抖 慢慢的人开始恍惚 无力地朝一边倒去 她飞快地跑过来 大声呼叫女人的名字 女人已经躺得昏倒了 她赶紧小心翼翼地 抱起女人往车上走 待女人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 而衣柜里全是男人的衣服 女人一下子慌了 马上起身 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在一个 陌生男人的家里 恰好此时房间的门被打开 她推文静矣 正撞见女人愣愣地看着她 气氛突然有些尴尬 女人见她走过来 下意识地有些紧张 正胡思乱想着 却突然贴见她身后 跟了个女佣 端着餐盘 女佣询问道 贺先生 周端上来了 现在让小姐吃吗 她面无表情地点头 见状女佣笑着对女人道出 小姐 昨晚朱医生过来时 说您得了急性肠胃炎 给您打了吊针 朱医生建议您这几天都吃点清淡的 您先的吃点吧 等会儿还要吃药 女佣却执意要下床 她只能让女佣先去忙 然后接过女佣手里的粥 去问女人是不是粥不合胃口 女人马上摇头 反问她昨晚的医药费多少钱 文言她很是不悦 沉默片刻 她淡淡地道出 等会儿让张嫂把药的服用方法都写下来 你拿着回去吃 女人见她这么坚持 以为她是在替闺蜜道歉 便主动道出 其实你不需要对我做这些 我知道你之所以这么对我 是为林雅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而道歉 你放心 我不会拿她怎样的 更何况昨晚你还救了我 那件事我会当作从没发生过 边说边拿出一塌钱放在桌子上 指出这些钱应该够昨晚的医药费 丝毫没有注意到她阴沉的脸 女人把该说的话说完之后 就往门口走 还贴心地提醒她 我先走了 免得等会儿林雅回来 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 见证 她马上冲到门口锁住房门 女人被她突然的动作吓到了 她抓住女人的肩膀 生气地将女人甩到了墙壁上 愤怒地道出 你就这么急着想把我和林雅凑对 我告诉你 她将要脱口而出的话 硬生生地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 一想到自己无论做什么 这个女人就把她和林雅联系到一起 心中就很不快 现在甚至还把林雅放进她家里 她都要被这个女人气死了 正气恼着 手中的力道不自觉加重 女人拼命挣脱了自己的手腕 她这才发现女人的手腕已经被她捏红了 她心里内疚不已 安抚女人先把粥喝了 奠定胃 一会儿她送女人回去 女人没搭理她 她还想解释自己和林雅的关系 被女人冷漠地打断了 我并不关心 你和林雅怎么样都和我没关系 已经很麻烦你了 不用送 我先走了 说完再次转身去开门 她无奈地看着女人对她的特意疏离 心里很难受 门重新关上的那一刹那 她崩溃到了极点 她痛恨自己为何不把话说清楚 而另一边女人快速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学校 一到宿舍就倒头大睡 几个小时后 女人又饿醒了 下床发现桌子上有个饭盒 舍友主动解释道 我猜你从回来睡到现在肯定饿 想着你睡醒后可能食堂会没事的 就给你带了一些回来 女人很开心舍友这么体贴 马上大口吃了起来 刚入口就发现这味道很熟悉 便询问舍友这菜是低食堂的吗 舍友道说 是啊 女人总觉得这菜和自己平时吃的不大一样 舍友心虚道 有吗 是你太饿了 产生错觉了吧 突然舍友想到了一些事情 激动地指出 对了小易 你知道吗 我今天下午听见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消息 女人疑惑地询问道 什么消息 舍友笑着表示 就是关于林雅的 我才知道 原来她男朋友不是贺学长啊 她男朋友其实是我们系那个花花公子杨硕 我就说总觉得她和贺学长哪里怪怪的 现在想来 原来一直都是林雅自作多情 自封是贺大哥的女朋友 女人有些愕然 但没有说什么 而她在女人走后一直沉默地抽烟 女佣询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 她也不理 直到手机突然来了信息 她才回过神来 紧张地赶紧拿出来查看 她明明前一秒还在狠狠地羞辱这个女人 下一秒却又为这个女人挺身而出 只因她偷偷喜欢这个女人很久了 而她也知道 女人心里只有她的哥哥 她担心女人的身体情况 但又害怕女人拒绝她的好 所以拜托女人的舍友好好照顾女人 当她看到女人的舍友发来一长串 关于女人的消息时 她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 女人的舍友询问她为何对女人这么好 她沉默了 墨地的 她想起之前两个好友都询问她 为何放着大好的前景不要 非要到这里来从零开始 她最近好像经常听到有人这么问她 在她看来 第一学府 被保送的美国大学 赫世企业又怎样 大好前景 无限风光又如何 这些统统都不是她想要的 她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就是 把那个女人放在她能一直看得见的地方 她从来没奢望过有一天可以拥有那个女人 直到四年前的那一次毕业晚宴 包间里实在太吵 她出来透透气 抬头就见女人醉醺醺地靠在墙角 女人也发现了她 开心地朝她跑过来 她很诧异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女人跌跌撞撞地扑到了她的怀里 她看得出来女人喝了不少酒 突然女人笑着道出 是你 你是贺 女人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打了个酒格 然后直接睡着了 弄得她不知所措 她看着女人睡得这么香 不好再打扰 努力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突然她想到之前她因为怕聚餐太晚 回家会被老妈念叨 她在酒店楼上订了间房 现在只能先让女人住了 要是今天聚会闹太晚 她就和同学去网吧通宵打游戏 决定好之后 她带着女人来到房间 将醉醺醺的女人轻轻放在床上 自己准备起身离开 哪只女人突然抓住她的衣领 猛地起身搂住她的脖子 不放手 她不敢用力扯 她伤着女人 于是被女人硬生生地拽 躺到了床上 她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 观察眼前的女人 发现女人的五官伤得特别好 她很想知道此刻女人在梦着谁 梦里会不会有她 迷恋片刻后 她提醒自己还是别瞎想 强迫自己快点离开 可女人的手开始不老实 她一下子慌了 气急败坏地质问女人什么意思 女人没有搭理她 迷迷糊糊地起身开始扯衣服 似乎是很热的样子 然后自顾自地把外面的衬衫脱了 她紧张地心跳加速 女人却还没停下 她只能强迫自己冷静 可女人又主动靠近她 让她无法冷静地思考 终于她顺从了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是梦 她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她想对女人说 对不起 我爱你 记忆 想把真心掏出来给你看 又怕会吓哭你 可我不想让你哭 我想我这辈子 大概要败在你手里了 而我心甘情愿 事情虽然是过去了四年 她依旧没有回味 当年的勇气和资格 她不知道 她到底该怎么爱这个女人 接下来几天 她没有再见到过这个女人 直到这天她生病了 在家休息 突然接到女人妈妈的电话 称女人等会给她 送营养品过来 她接完电话 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是被门铃吵醒的 她无力地起身开门 真的看见女人过来了 突然在女人面前 直直地倒了下去 女人惊慌地大喊 客气沉你 你怎么了 她毫无反应 似乎已经完全昏迷 女人才知道她是生病了 但想到她之前 说的那些伤人的话 女人不想再管她 马上起身大步离开 心里还暗自告诫自己 不要犹豫 不要再给她 羞辱自己的机会 反正妈妈交代的 任务已经完成 其他的事自己管不着 可女人突然想到 前天晚上 自己腹痛昏倒在大街上 是她把自己捡回了家 几番纠结 最终女人 还是回头去找她了 将她扶到床上休息 给她喂了退烧药 可温度还是降不下来 女人给她盖被子 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肌肤 瞬间满脸羞红 脑子里一下子 涌进了四年前那晚的画面 女人很羞愧 逼迫自己停下来 不能再想下去了 不知不觉照顾她到很晚 女人实在熬不住 扒在床边睡着了 等她迷糊地醒来时 头还是很疼 她起身发现 女人竟然在旁边陪着 她很意外 忽然女人身体失去平衡 整个人将要往地上滑落 她下意识伸手去扶 顺手将女人往床上推了一把 还好女人准确地 倒在了床边上 她松了一口气 看着女人静在咫尺的面容 她很满足 这些年里 她梦中不知道 出现过多少次这样的场景 只有在梦里 她才敢设想 是女人来到了她身边 女人似乎是睡姿不舒服 猛地翻身 靠在了她的怀里 她僵直地不敢动弹 女人像是找到了 舒服的抱枕似的 在她怀里蹭来蹭去 她更加紧张 女人均匀地呼吸 吐在她的裹颈处 她本就昏沉的脑子 一下子炸了 赶紧抱住女人 试图让女人不要乱动 恍惚间 她以为自己就在梦里 于是忍不住亲吻了女人 女人拼命推开她 她看出来女人很不情愿 以为女人在梦里 也还是要继续躲着她 便很不悦 强势地再次稳住女人 不准女人逃避她 女人受不了了 用力咬住她的耳朵 拼命地大喊 放开我 她一瞬间被女人的声音 拉回神志 这才知道自己刚刚干了些什么 女人生气地推开她 委屈她痛哭起来 她看着女人伤心的泪水 心口生疼 想伸手安抚 却被女人直接拒绝 女人生怕她又羞辱自己 无助地大吼 我跟你说了 别靠近我 赫先生 如果不是我妈 非要我来给你送东西 我才不愿意出现在你面前 之所以留下了 也是不想欠你的 现在我们两清了 麻烦你离我远点 文言她心里很难受 但还是想上前安抚女人 女人猛地抬手甩了她一巴掌 生气地道出 赫先生 我想你心知肚明 四年前内王我和你说了什么 不管是四年前 还是四年后 你心里很清楚 我从一开始到最后 只是把你当成 不等女人继续说下去 她马上让女人闭嘴 女人却没有停 还要继续说 她失控地抬起手 向女人的脸挥过去 在胶腰碰上的一瞬间 她停住了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沉默片刻后 她心虹地双眼歉意地道出 刚刚是我不好 请你原谅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伤你 你不用害怕 我不会再靠近你了 你照顾我这么久 别饿了吧 一会儿让张嫂给你熬点燕麦粥 你吃完 我会送你回去 女人冷冷地道出 用不着 不用你假惺惺 我不会留在这里任你羞辱 我这就走 希望以后 我们能不见 就不见了吧 说完也不等她回应 直接摔门离开 她落寞地站在原地 回想着女人刚刚的一字一句 她心如刀割 能不见就不见 她怎么做得到 别人的大学是忙着谈情说爱 她的大学却只顾着搞事业 她利用空闲时间来找梁岛试镜 问了前台 才知道梁岛出去了 她又询问前台 徐一现在还是梁岛的助理 话音刚落 闻声经过的徐特助看到了她 热情地和她打招呼 还感叹道 当年你车祸销声匿迹那么久 我还以为你退出娱乐圈了 她解释没有 当时车祸休学三年 现在在补休学业 徐特助直接询问她 是不是为了梁岛新电影来的 她指出今天在新闻上 看到梁岛的新电影 要海选角色 所以就过来看看 徐特助很欣赏她 马上同意帮她联系下梁岛 主动带她来到办公室 准备和她戏谈 还夸她形象很贴合女主 演技更是不用说 当年万千风华 口碑杠杠的 要不是她出了意外 恐怕现在都已经是小花顶流了 她摇头无奈道 当时再怎么风光 现在还不是从零开始 突然工作人员 焦急地找徐特助处理事情 指出梁岛不在 厂屋那边疾疯了 徐特助只能让她先留个电话 晚点给她消息 她没有过多打扰 礼貌地道别后出了办公室 突然背后有人喊了她的名字 她瞬间心情很不好 如果说贺继承是这个世界上 她第一个不愿意见的人 那么千歌 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仅次于贺继承不愿见的人 她曾经把千歌 当成生命里最重要的朋友 他们都有一个明星梦 千歌比她幸运 六岁的时候就登上了迎评 从小就披上了一个童心的光环 然而不幸运的是 千歌起点明明很好 可就是没能大红大字 他们好不容易得到了 可以在同一部作品里演出的机会 千歌的表现 并没有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 而她却受到观众的疯狂追捕 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约好了 将来有朝一日 不管他们两个人中的谁大红大字 都一定不会抛下另一个 她知道千歌不高兴 逢人便大力推荐千歌 甚至邀请千歌一起加入她的工作室 千歌却开始跟曾经陷害过 她的谢思瑶清静 但她单纯地以为千歌没变 可她终究不是千歌 也终究理解不了千歌 从本就比她强 演变成比她弱之后的心理反差 她记得那晚千歌 本来应该和她一起乘车回碧影的 但千歌中途去找借口说 有事下车了 她没有多想 让司机继续开 司机突然加速 开得特别快 她就觉得当时灯光特别刺眼 还询问师父怎么了 话音更落 猛地横冲过来一辆小车 直接将她坐的出租车 撞得面目全非 她伤得很重 浑身动弹不得 在失去意识前 她隐约看到肇事司机 似乎是谢思瑶的男友 她昏迷后千歌霸占了她的工作室 抢了她的新剧女主 还大方地跟谢思瑶分了一杯羹 等她醒来已是三年后 工作室没了 以前积攒的名气被淡忘了 同期的同学已经毕业 她却只能从头再来 她在最底层苦苦挣扎 千歌却仗着原本属于她的那一切 站在最巅峰过的顺风顺水 就此认怂 从来就不是她记忆 这一次 她要夺回属于她的一切 拉回思绪 她就看到千歌 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笑着和她打招呼 装吗 谁不会 这样想着 她也笑着主动伸手打招呼 千歌询问她是什么时候醒来的 还得意地向她炫耀自己 这两年通告不断 都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关注其他的事情 她只说醒来有半年了 千歌又试探地询问道 这样来找徐一 为了梁岛的新电影 她没有遮掩 大方地承认 千歌嘲讽道 梁岛的电影 现在可不是那么容易演的 比起三年前选角柯柯多了 更何况 小易 你也不是三年前的你了 文言 她扬声道 我当然不是三年前的我了 比起三年前 现在的我 想要的可是娱乐圈一姐的位置 所以 你可要当心了 别被我哪天压了风头 夺走了一切 千歌对她很忌惮 心虚地找借口匆匆离开 她冷冷地看着千歌的背影 暗自发誓 我记忆从来都是牙字必报的人 你们欠我了 我要一点一点让你们都吐出来 晚上她回家了 妈妈见她回来就在找东西 询问她是不是不吃晚饭了 她指出不吃了 她拿完东西就回去 妈妈又询问她 记忆最近还好吗 她回想起前几天 和那个男人闹得不愉快 心里很隔音 现状妈妈提醒她 当初她在苏城的时候 贺阿姨对她那么照顾 现在记忆在北京 他们也不能什么也不做 说着拿出一颗银洋品 让她给贺记忆拿过去 她马上拒绝道 我不知道她住在哪 而且我连她联系方式都没有 我都联系不到人 怎么送 哪知妈妈直接拿起她的手机 给贺记忆打电话 没等她来得及阻拦 电话已经通了 最后她还是被逼着 来了男人的住所 第二天她接到了徐特柱的电话 徐特柱指出梁导还记得她 喊她来影视城这边试镜 她没想到这么顺利 赶紧答应马上赶过去 然后马不停蹄地 坐着出租车往现场她 下车正好撞见徐特柱出来寻人 见她已经到了 很惊讶 没想到她来得这么快 于是直接带她进去了 还提醒她一会儿好好发挥 她进门见到曾经的大佬们很激动 除了梁导 另两个评委也是老戏 看来今天的这次试镜 绝对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暗自鼓励自己 要好好把握 准备好之后 她开始自我介绍 梁导询问她要是哪个角色 她道出 小九 屁旁的徐特柱很诧异 她怎么选个只有五句台词的酱油角色 评委询问她为什么选这个角色 她很想说这个角色为爱疯狂 为爱堕落 最后又为爱牺牲 可以给她足够的演技发挥空间 最重要的是 小九是同 有话题 容易掀起热度 让观众记住她 思索片刻后 她大声道出 喜欢 抬头看向评委台的瞬间 她愣住 坐在徐特柱旁边的人好像是 那个她最不愿意见到的男人 瞬间她试镜的好心情没有了 可梁导却要求她开始表演 她很清楚 今天的事情与她而言意义重大 无论这个男人是来做什么的 都与她无关 于是她快速调整好情绪 走上前抽签 打开纸条 上面写着 当你深爱的人对你说分手 你会怎么办 她下意识抬头望去 就见男人直勾勾地盯着她 她逼迫自己不要管那个男人 排除杂念 进入状态 她要用她的表演 让大家再次记住她 于是她追到男演员身后 还没开口挽回 男演员就到出 我们分手吧 她无力地垂下手 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 呆滞地站着 想说什么却又一句话没说 然后慢慢转身 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现场也因她精湛的演技 瞬间安静 她沉默地低着头 隐忍许久的泪水 最终流了下来 评委们都看呆了 两岛率先鼓掌 接着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都夸她是个好苗子 感染力很强 她也收起入戏的情绪 结束了表演 刚说完 工作室的门被打开 千歌走进来 笑着和大家打招呼 她没想到在这里 也能碰到千歌 千歌当没看到她似的 直接朝评委抬走去 然后凑到两岛耳边 不知道在说什么 紧接着两岛嫌弃地看了她一眼 她不明白两岛 为什么这么看着她 正疑惑着 就见两岛生气地 让徐特住出去一下 两岛和徐特住出去后 其他人对她好一阵夸赞 都觉得小九这个角色 非她莫属 但她很不放心 两岛叫徐特住出去 千歌也一起出去了 她怀疑千歌对两岛 说了什么对她不利的话 突然门再次被打开 她紧张地朝门口望去 就见徐特住惭愧地道出 不好意思 记忆小姐 您请回吧 我们临时决定 取消您的事情资格 虽然她早有预料 但还是很受打击 千歌能在最后关头 让她功亏一篑 毕竟是有备而来 小不忍择乱大谋 如果她纠缠 说不定还有更难堪地 在等着她 于是她若无其事地 礼貌道谢 然后转头笑着 和其他老师们道别 一直在评委席上的男人 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她已经离开了现场 男人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走 明明也能那么好 不甘地起身追了出去 而她一出来 就瞧见千歌和梁岛 在一起愉快地聊天 她当作没看到 转身进了电梯 门块要关上的瞬间 被一只手拦住了 是千歌特意挤进来嘲讽她 见她不说话 千歌冷笑道 记忆 你不会以为 只有你不是四年前的你了吧 我也不是四年前的我了 你看 我只是跟梁岛说了两句话 她立刻就取消了 你的试镜资格 而你呢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灰溜溜地走 你还想来娱乐圈立足呢 你现在连娱乐圈的门都进不去 你怎么立足呢 她再也受不了了 转头到初 你口口声声说 四年后的我不如你 那为什么我来是个酱油角色 你都要亲自上阵来对付我 千歌 你到底是在怕什么 我到底是该说你不自信 还是太可怜 不管是四年前 还是四年后 你始终都这么把我当一回事 千歌被她的气势吓到了 但还是强装淡定地道出 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 你还是这么伶牙俐齿 她懒得再废话 转身走出电梯 准备离开 千歌突然扬声道 记忆 你给我记住 你都不好奇我跟梁岛说了什么吗 我说你怀孕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千歌会来这一首 就听到千歌继续道出 四年前未婚先孕 你凭什么觉得 导演会启用一个还未复出 就丑闻缠身的小透明 话音刚落 男人正好走过来全部听到了 他崩溃到了极点 气氛突然变得很尴尬 这个口是心非的男人 一边命女人在他眼前消失 一边又悄悄地跟到女人的视镜现场 他看着女人真情演艺分手的戏份时 想起了四年前的那个夜晚 他对这个女人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当他看到女人演到伤心的痛哭流涕时 他平静的心被狠狠震撼到了 他想 也许从一开始 他就不该招惹这个女人 那样他们的结局会不会和现在截然不同 女人精湛的演技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正当他还沉浸在四年前的回忆中时 女人突然笑着和大家道别 他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女人已经离开了 他不明白女人为何要做 灵灵演得那么好 他不甘地起身追了出去 等他追到楼下的时候 正听见女人的仇敌千歌扬声道 我说你怀孕了 四年前未婚先孕 你凭什么觉得 导演会启用一个 还未复出就丑闻缠身的小透明 他瞬间呆住了 久久没回过神 又听到千歌对女人威胁道 而且只要我随意透露给圈内人 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你划入黑名单 女人依然没说话 千歌继续道出 记忆 你曾经的辉煌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今天不是 将来也不是 女人不甘示弱 一字一句地道出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困住我了吗 要破这个局还不简单 只要我结婚 这非但不会成为把柄 反而会制造绝家的炒热度的机会 等关注上来了 再甩出结婚证反转 一举两得 千歌 你觉得三年前那场车祸都弄不死我 三年后 又有什么东西可以难得住我 说完女人直接离开了 千歌大概是没想到 女人的气场会变得这么大 但又不甘心败下阵来 气急败坏地要追上去动手 他马上拦住了千歌 逼问道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三年前 他真的怀过孕 千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在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居然还是有关记忆的 便不甘地道出 你见到我 除了问他的事情 就没别的话跟我说了吗 他漫不经心地道出 有啊 文言千歌满脸期待地看着他 就听到他阴狠地命令道 离他远点 千歌气得浑身颤抖 怒吼道 贺继辰 你是故意的 是不是 你明明知道 我不喜欢从你嘴里听见有关他的话 你偏偏跟我开口 每句话都不离他 他面无表情地听完一长串的控诉 冷笑道 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你喜不喜欢管我屁事 你以为我站在这里是来跟你叙旧的 离他远点 不管你服不服 从你们认识的那一天起 你就从来没有赢过他 终有一日 他在哪 哪就是巅峰 如果他不是巅峰 我贺继辰 也会让他成为巅峰 说完准备直接离开 见状千歌马上道出 贺继辰 你不是想知道他三年前 是不是怀孕了吗 文言他心中一正 千歌继续道出 我现在就告诉你 是的 他是怀过孕 而且他是在三年前七月二十号发现的 恰好七周 他想起来他和女人三年前的六月一号在一起 刚好跟七月二十号隔七周 想到这里他心跳加速 千歌就知道他会是这个反应 大声道出 你想的没错 他肚子里怀的就是你的孩子 边说边疯狂地大笑 为了刺激他 还补充道 可是 你知道你的孩子去哪里了吗 你的孩子死了 他在发现自己怀孕的第一时间 就把你的孩子拿掉了 他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想过要你的孩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放弃第一学府来碧影是为了他吧 就连今天你出现在这里 也是为了他吧 他那么对你 你又何必这么对他 你觉得你为他做这么多事情 他会领情吗 他稀罕吗 他不悦地冷声道 我怎么对他 是我的事 我从没想过要他领情 要他稀罕 说完直接甩手离开 千歌生气地大喊 贺继辰 你这么一厢情愿地喜欢他 有意义吗 你心里很清楚 如果不是你更贺于光 当初你连靠近他的机会都没有 听到哥哥的名字 他身体狠狠颤动了一下 脑子里瞬间出现了 女人把他错认成他哥 对他告白的场景 记忆回到五年前 他那时还在读高三 朋友问他一会儿 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他低头不语 正好身后一群女孩子经过 谈论道 如果有天晚上 你们单独出门 遇到小混混结色怎么办 一个女生说报警 另一个女生说赶紧跑 他心里嘀咕道 废话那么多 干脆一拳一个多什么事 结果马上就听到 一个清脆的女生道出 一拳一个 他闻声转头看去 想看看是谁 竟然和他想的一样 就见几个女生 都围着一个女生在笑 被围着的女生 笑着继续道出 是你问该怎么办的 当然是开玩笑的 赶紧躲开报警啊 一直对女生不敢冒的他 此刻眼前一亮 呆呆地看得出神 突然胖子冲过来 站在他的前面大声道出 诚哥 你要的可乐 他生气地将胖子推开 起身想找寻 刚刚那么身影 结果一个人也没有看到 随后他的跟班 帮他再往上发帖 高调寻找可乐妹 由于他在学校 本身人气很高 一时间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结果找了几天也没找到 帮他找人的跟班 还因此被授罚打扫厕所 他无聊地趴在窗户上 往下看去 正好看见远处 那么熟悉的身影走过 他毫不犹豫地 把腿就往楼下冲 险走楼梯太慢 直接一跃而下 拼了命地往外跑 等他气喘吁吁跑道的时候 人又不见了 周围的人见他这么上心 都议论纷纷 两个跟班还以为他要打架 拿着拖把跟过来 询问他要揍谁 他不想多说 失落地到处他回家了 等到家的时候 天快黑了 庸人见他回来 热情地询问他 吃晚饭没 他只是冷漠地回应 称自己有点累了 先回去休息 妈妈却让他等会再上去 先下来餐厅 他只能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妈妈笑着指出 给你介绍个人 这是妈妈好闺蜜的女儿 小易 跟你一个学校的 他震惊地看着 眼前熟悉的那抹身影 就听到女生主动介绍到 高易一般 记忆 他突然得知深爱的女人 私自打掉了他的孩子 第一反应竟是 痛骂女人的仇敌 使因女人的仇敌 用卑鄙的手段 夺走了女人 曾拥有的一切 他心疼女人的经历 担心女人情绪不好 偷偷跟踪女人 他见女人这么晚还不回家 也不回学校 想不出女人要去哪里 无意间 他瞥见路人 抱着小孩子在嘻闹 他在想女人 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 会是什么心情 在手术台上 一定也很恐慌 是不是瞒着父母 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些 他痛恨自己 为何现在才知道 也埋怨女人 为何这么要强 他看着女人 从视镜玩到现在 就这么一直走 似乎是终于走累了 才停在湖边休息 他很想知道 女人现在在想什么 会不会想到他 突然女人捡起一块碎石 在地上乱画 他很好奇女人在画什么 墨地的起风了 他担心女人 这样下去会感冒 转头想想还是算了 无论多久 他都会一直陪着 女人从白天待到了晚上 似乎是蹲累了 终于女人起身 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转身离开了湖边 他等女人走远些 才敢走到女人 刚刚蹲下的地方看 就看到地上赫然地写着 他很喜欢 他难过地逼迫自己要冷静 快速调整好情绪之后 他赶紧追出去 寻找女人的身影 终于在附近的酒吧里面 找到了女人 他若无其事地走进酒吧 生怕惊扰到女人 还适宜和他打招呼的 服务员小声点 特意选择了女人 背面的位置坐下 酒吧里此时想起了那首老歌 我怀念的 他默默地陪着女人一起听歌 深入人心的歌词 让他的思绪不知不觉 就飘到很遥远的过去 记得那天他放学回来 看见年少的女孩 和哥哥一起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他心情瞬间很低落 但又忍不住好奇地 拿起女孩的日记本 打开就看见上面写着 余光哥今天叫我满满 我喜欢这个名字 他心里吐槽道 真难听 哪有可乐妹有特色 突然女孩生气地夺回日记本 怒斥道 贺同学 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 就随意看我日记本呢 请你自重些 他尴尬地马上道歉 却见女孩根本不当回事 反而转身关切地 询问被吵醒的哥哥 他心里不是滋味 无声地抱怨道 不就是比我早认识了你一年多吗 叫他余光哥 却叫我贺同学 余光里满满都是你又怎样 我的名字里 不也惯有你的姓氏吗 正回忆着 忽然听到一旁的服务员道出 小姐 你要不要紧 话音刚落 女人就失重地朝一边倒去 他赶紧伸手拉住女人的胳膊 用力将女人拽到了怀里 抱怨女人没有酒量 还喝这么多 随后带着女人结账离开了酒吧 女人迷糊地低难道 我不想结婚 他没听清楚 询问女人说什么 就听到女人低声道 可我好像只能结婚了 他才想起来女人之前 对仇敌说的那些话 他不敢置信 女人居然真的要为了 破仇敌给的困境 而准备结婚 但不管怎么样 他得先把女人送回学校 他轻轻地将女人放到后座上 墨地的 他听到女人又低难了一句 我有想嫁的人 很多年前就有了 他被女人的话刺激到了 激动地大声道 别说了 我知道你有 很早就知道了 他得知深爱的女人 准备找个人结婚 没有第一时间毛遂自荐 反而淡定地来到 哥哥的墓碑前 缅怀过去 只因他怕自己表白心意后 会将女人推得更远 他想了很久 决定来看看死去的哥哥 管家恭敬地给他开车门 见他很憔悴 管家看出来他一夜没合眼 他只是淡淡地解释道 最近有点忙 随后来到哥哥的墓碑前 想跟哥哥说些心里话 他自言自语道 哥 你最近好吗 回应他的是一片寂静 他难过地缓缓闭上眼睛 慢慢地思绪又拉回到了年少时 那天他如往常一样去网吧光顾 胖子告诉他二般地搬花约他看电影 他无所谓地指出爽约了 还提醒胖子以后 别给他联系这种事 他不需要 转头说话的瞬间 他愣住了 角落里坐着的竟然是 他心心念念的可乐妹 这时正好一群混混走过来 对可乐妹上下打量 为首的混混突然故意不小心 扑到了可乐妹身上 又假装起身骂自己的同伙 不该推自己 他愤怒地命胖子 将混混请上楼去见他 胖子马上热情地和混混打招呼 弄得混混 还以为自己要被他拉拢 很开心地跟着胖子上楼了 到了楼上 混混并未发现他的异样 主动伸手笑着向他示好 他抬头看向混混的瞬间 又想起了刚刚混混 故意占便宜的一幕 不由得心中怒火滔天 向前直接狠狠掰断了 混混的手腕 混混疼得大叫 他接着又是狠狠地一脚 混混毫无防备地往后倒去 他不愿地提醒混混小声点 别让可乐妹听到 还警告道 刚刚你在楼下碰的那个女生 是我罩着的人 我警告你 离她远点 要是被我下次看到 你在打她什么主意 我肯定废了你 混混被他恐怖的气势吓到了 灰溜溜地带着其他兄弟们 赶紧离开 等他再往楼下看去的时候 发现可乐妹正在抱怨烟味好呛人 见状他赶紧命朋友们都下楼 把可乐妹和可乐妹朋友 身边的客人都换上来 跟那些客人们说枉费他请了 这样就没有人敢骚扰可乐妹 还有 说着他主动灭掉了手里的烟 要求大家把烟都掐了 提醒大家今天这场子禁烟 从那以后只要可乐妹去网吧 身边就全是他的人 胖子还帮忙叮嘱其他人把烟掐了 有一次可乐妹 向哥哥抱怨高中知识好难 他在一旁打游戏听到了 第二天可乐妹桌上 就摆满了高中知识要点的详细笔记 甚至是可乐妹打热水 他都会安排人帮忙 连食堂最好的位置 他也提前让人留给可乐妹 班级的值日也有人替可乐妹带楼 最离谱的一次是 他在放学路上偷听到可乐妹的朋友说 在可乐妹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发生了一起女生被害的事情 而那条路一直没有路灯 结果第二天 那条路奇迹般地亮起了路灯 可乐妹一直不知道 他为什么忽然对自己这么吼 直到那天可乐妹下楼时 无意间听到了他和哥哥的对话 哥哥在感谢他在学校里 帮忙照顾可乐妹 他笑着道出 哥 这是我答应过你的 就一定会做到 可乐妹也因此认为他做的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哥哥要求的 他记得有一次偷看可乐妹的日记本 里面全部都是关于他哥的吼 看得他火冒三丈 突然可乐妹过来找他哥 他被逮了的正正 他赶紧谎称自己是在帮忙收拾桌子 还询问可乐妹找他哥啥事 可乐妹笑着道出 今天是余光哥的生日 我在孝庆演出上 有一个独舞表演 想送给余光哥做生日礼物 说完就急着去排练 让他帮忙通知余光哥 他很失落 可乐妹都不邀请他 明明知道他和余光是双胞胎兄弟 今天也是他生日 晚上的时候 胖子在KTV开了间房 硬是将他拉过来玩 胖子还故作神秘地指出 给他准备了惊喜 他疑惑地看着胖子不明所以 但还是推开了门 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惊喜 踩眼的瞬间他呆住了 可乐妹被大家围坐在蛋糕中间 大家都热情地祝他生日快乐 只有可乐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他不明白可乐妹 还有半小时就该上台演出了 怎么到这里来了 他以为可乐妹其实是为了他 惊讶地准备开口询问 就见可乐妹拿起面前的啤酒 走到他面前 大家还在起哄 直呼可乐妹嫂子 他满脸期待地看着可乐妹 可乐妹却一直冷冷冰冰的 墨地的 可乐妹扬起手上的啤酒 朝他泼了过去 还怒吼道 贺继辰 我到底是高看你了 本以为你还算个有担当的人 想不到 你是不是觉得 你们这样随随便便 把人从学校强行带出来的行为很帅 大家被这突然的一幕吓到了 都指责可乐妹的不是 他生气的命大家都闭嘴 还质问道 是谁带他来的 胖子内心慌得一皮 忐忑地开口解释 没等胖子说完 他直接命令胖子道歉 胖子委屈地道出 诚哥 我们是替你感到不值啊 他不容置疑地怒吼道 去道歉 胖子一行人只能低头道歉 他也退让到一边 给可乐妹走出去的空间 还低声提醒道 我哥在那边等你 可乐妹只是冷漠地应了一声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可乐妹走后 大家都过来安慰他 他故作无碍地 让大家都去玩 大家见他神色正常 还以为他已经没事了 只有他心里知道 自己不知不觉间 就将可乐妹推远了 他实在没心情唱歌 想出来透透气 于是在包间外沉默地抽烟 他烦透了 不知道自己到底 怎么才能靠近他的女孩 突然他听到不远处 传来一道戏弄的声音 记忆 你装什么呢 他震惊地闻声看去 他是人人惧怕的笑霸 却在被一个女孩当众 泼了一脸啤酒后 卑微地低头主动道歉 只因女孩是他暗恋的对象 朋友为了让他高兴 私自将女孩带过来 给他庆祝生日 女孩生气地 泼了他一脸的啤酒 他知道这件事情 惹恼了女孩 难堪地命大家给女孩道歉 女孩不想多说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女孩走后 他没心情继续 和朋友们玩下去 一个人烦躁地出来抽烟 突然他听到不远处 传来一道戏弄的声音 记忆 你装什么呢 他震惊地闻声看去 就见混混不怀好意地 将女孩往包间内拖 女孩一直拼命反抗 他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恰好混混生气地 将女孩往外一推 他赶紧接住了 将要倒下的女孩 女孩诧异地 看着突然出现的他 他只是阴狠地盯着混混 眼神似乎要把混混杀死 混混察觉到 他不善的意图 刚要拔腿逃跑 就被他狠狠抓住了 他直接勒住混混的脖子 不悦地道出 看来你真的是不长记性 我从来不仅告别人第二次 睡着用力踹了混混一脚 其他小弟也冲过来帮忙 毫不客气地又是一拳 几下就将混混一帮人都打倒了 后面赶过来的小弟们 见状都不敢动手 他懒得在搭理 转身歉意地询问 女孩有没有被吓到 女孩惊魂未定 断断续续地到处没有 他身后的混混不死心 想偷袭他 于是拿起地上的酒瓶 就要朝他后背砸下去 他丝毫没有察觉 还笑着要送女孩回去 女孩惊恐地看着他后背的情况 慌张地大喊 贺继臣 身后 他这才发现不对劲 在酒瓶要砸下的一刹那 他及时抓住了混混的手腕 用力推开混混砸过来的酒瓶 力度太大 酒瓶直接爆了 他不管不顾地抓起混混的后颈 不客气地将混混推在女孩面前 命令混混道歉 混混只能求饶 忐忑地向女孩道歉 女孩根本无心听混混说话 只是愣愣地盯着他鲜血直流的手 终于女孩担忧地跑向他 完全无视地上跪着的混混 他看着女孩眼里露出的不安 很意外 女孩直接抓起他的手 二话不说就往外跑 他不解地询问女孩 你干嘛 女孩道出 看伤去啊 他不敢置信 反问道 看伤 可我哥还在会场等你呢 就听到女孩焦急地道出 不管了 先去医院 再次回忆这件事情 他还是满脸幸福 有些得意地自言自语道 知道吗 哥 那是他第一次这么紧张我 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赢过你了 自那之后 我们开始熟悉起来 每天一起上下学 他也开始习惯了我的照顾 可 我们还是渐行渐远了 说着他的思绪 又回到了一起读书的那段时光 那天课间 他趴在桌子上睡觉 女孩突然过来找他 还羞涩地询问他放学后 有没有时间 他到处有啊 怎么了 女孩思索再三 害羞地到处 放学后 你来学校后面的小树林一趟 也不等他回应 说完赶紧跑了 他呆呆地看着女孩扭捏的背影出神 以为女孩是要和他约会 开心地笑了 他还特意换了一身好看的衣服 又担心穿得太成熟 紧张又期待地早早到了约定的地方 却看到过来的是千哥 他惊呆了 询问道 千哥 怎么是你 记忆呢 千哥只说他回家了呀 记忆没说是我约的你吗 他懊恼地让千哥也早点回家 然后转身就走 等他失落地到家时 抬眼去见女孩再给哥哥泡茶 两人有说有笑 见他这么早回来 女孩很惊讶 询问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他忍了一肚子的火 瞬间要炸了 便气势汹汹地朝女孩走过去 怒吼道 很好玩吗 以后不要再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回忆到这里 他很难过 又对着墓碑地难道 千哥那件事之后 我和记忆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 直到高考后的那个晚上 他把我误认成了你 天知道 拥有他的那一刻 我有多满足 可是 天堂和地狱 往往就是一线之隔 我做梦都想看到我喜欢的女孩 有这样深情万千的一面 偏偏他的这一面并不属于我 而是属于你 我的亲生大哥 贺于光 我想了很久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醒来后的记忆 于是我落荒而逃了 在这件事情之后的第三天下午 他给你发了条短信 约你晚上八点见一面 我当时真的好嫉妒 我鬼使神差地帮你回复了一个好 我知道自己不该这样 但我还是扮成了你的样子 去赴约了 当时他期待地对着我表白 我多么想对他说 我也喜欢你 我愿意 可我知道这表白并不属于我 我嫉妒地快要发狂 我一定是气疯了 才会想到用那么侮辱的话 来掩饰自己的真心实意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忍不住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放出了身体里的困兽 我明明知道他满心欢喜地 以为那一碗是你 可我还是偏偏心狠手辣地 摧毁了他的幻想和一厢情愿 我拼命地碾碎他的自尊 终于将他推远了 因为不这样的话 你们一定会结婚吧 那我的余生 会活在你们的幸福背景板上 如果是那样 还不如让我死去 可死去的 怎么偏偏是你 他难受地看着冰冷的墓碑 不再说话 老天像是知道他的心情一本 突然下起了雨 这是手机来信息了 他点开查看 是女孩的摄友发过来的 摄友告诉他 女孩联系了婚庆公司 准备相亲 他突然得知心爱的女人要相亲 没有马上联系女人 反而在哥哥的墓碑前自言自语 只因他曾经做错了很多事情 担心女人不会接受他 可他又不想就这么放弃 此刻他真想自己能成为哥哥 回去的路上他想了很多 想到小时候妈妈经常嫌弃他太吵 希望他学学哥哥 安静一点 他不服气地顶嘴 妈妈还生气地打他 每次考试哥哥是100分 他却是0分 他为哥哥出头 把同学坐进了医院 妈妈指责他 说他做错了 大学的时候妈妈叮嘱他 不要混日子 学学哥哥 论文都看在了 再到后来哥哥病逝 妈妈伤心地抱怨 为什么走得偏偏是哥哥 他在想 是不是他成为哥哥 他就能得到爱 但这可能做到吗 他无比地纠结 正思索着 导航提示已到达目的地附近 他抬头 就见不远处女人 正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 男人提出要送女人回去 女人礼貌地拒绝 坐在车里的他 应听不清外面的对话 很烦躁 但又不想继续等下去 于是暗想完喇叭 女人闻声诧异地转头看过来 不明白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直直地盯着女人 心里嘀咕道 谁都不能抢走你 天皇老子也不能 这样想着 他直接打开车门询问女人 要不要回学校 他可以送 见状女人冷漠地道出 谢谢你 贺先生 这位先生会送我回去 你请回吧 说完不等他回应 直接上了陌生男人的车 他看着渐行渐远的车子 心中怒火滔天 责怪女人第一次跟人见面 就随便上人家的车 他担心女人 真的准备随便找个人嫁了 回想起女人这段时间 对他的态度 自从和他再次重逢后 的确一直在努力 和他撇清关系 似乎是除了他之外 谁都可以 女人想要的 一直都不是他 可他又无法眼睁睁地 看着女人 真的为了破仇敌敌的 绝儿嫁给别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突然他脑子里 有了一个念头 能成为哥哥就好了 成为哥哥 就能跟记忆在一起了吧 他拿出哥哥生前用的手机 思索着这件事情的可行性 不太确定地自言自语道 扮演成哥哥 他可以的吧 妈妈没有公开哥哥的死讯 还用哥哥的手机发过动态 记忆应该不知道 余光已经不在了 他曾激烈反对过妈妈 想不到现在 这成了他和记忆在一起的 唯一机会 与此同时 坐车离开的女人 收到了一条短信 女人惊讶地 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正是他用哥哥手机 发给女人的 他以哥哥的身份 约女人见面 女人当年不辞而别后 曾无数次奢望 跟余光哥的重逢 可以想到自己和他在一起过 又不知该如何面对 最终女人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女人如约前来 他打扮成哥哥的风格 早早就到了 女人远远看着他 仿佛看见了一目光 多年未见 没想到他依然这么温柔 女人上前主动和他打招呼 他闻声转头看向女人 笑着回应 看着女人温柔的目光 他心里不是滋味 女人果然会对他哥心动 那样的目光可从未看向过他 女人询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他拿起手机开始打字 告诉女人他挺好的 还询问女人怎么样 女人笑着道出自己也还不错 他看着女人云淡风轻的样子愣住 女人明明因为他 受了那么多不该受的伤 怎么会过得不错呢 原来女人在哥哥的面前 也无法完全卸下防备 女人没有再主动开口 一瞬间空气都安静了 忽然女人的手机来电话了 女人尴尬地接通电话 就听到电话那头道出 您好 季小姐 我没有帮您重新联系了 一位相亲对象 请问您这周末方便见面吗 音量太大 他也清楚地听到了电话的内容 他强迫自己放轻松 不要想太多 可偏偏只要一想到 女人被别的男人觊觎 他就开始不受控制地 被情绪奴役 女人低声快速结束了通话 他却猛地将手机推过去 询问女人是不是在相亲 女人呆呆地看着他 没有吭声 他紧张地又将手机 拿回继续打字 还暗自提醒自己 贺继承你能不能不要 总是这么唐突 刚刚又差点吓跑他 随后他马上解释 是刚刚不小心 听到了电话内容 女人难为情地点头道出 遇到了一些麻烦 必须要结婚才能解决 不知怎的 女人总感觉他刚刚的神态 像极了贺继承 明明面对的是余光哥的脸 却满脑子都是贺继承 两人都不说话 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尴尬 女人偷偷看了他一眼 怀疑他对现在的自己很失望 他却在想如果他提出结婚 女人会不会同意 女人羞愧得低下头 越想越不自在 只想快点逃离 终于女人撑不住了 起身准备找借口离开 话还没说完 他将手机迅速递过来 清楚地写着 妈妈 如果你需要一个结婚对象 那请你考虑一下我吧 女人愣愣地看着这一行字 没有说话 跟余光哥结婚 这是女人少女时代 幻想过无数次的画面 可真的近在支持的这一刻 心里却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他不知道女人会不会同意 期待女人的英语 又奢望女人能拒绝 他想 如果能跟女人结婚的人是他 该有多好 这个对感情一向认真的女人 为了顺利工作 竟然选择闪婚 只因闪婚的对象 是他年少时就喜欢上的人 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记得昨天晚上 余光哥发消息告诉他 家里人一直在催着结婚 既然他们刚好志同道合 不如考虑下彼此 虽然他知道 自己已经配不上余光哥了 但是拒绝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思索片刻后 他还是同意了结婚 他想哪怕是短暂的拥有 他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他将收到的结婚证 特意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余光哥看 余光哥指出爸妈现在不在国内 等爸妈什么时候回国了 他再回苏城来见爸妈 他觉得也好 这样就不用给爸妈解释了 说不定等爸妈回国时 他和余光哥的协议婚姻 也已经结束了 而另一边贺继承 拿着到手的结婚证看了很久 暗自庆幸 他也许永远也不会猜到 他拿到的那个结婚证 是自己花了五百块钱 下午的时候 他再次联系徐助理 询问徐助理他无缘小久的角色 是不是因为他流产的传闻 徐助理反问道 流产的事是真的 他大方地承认了 他解释 但结婚也是真的 娱乐圈虽然不带进未婚先孕 但却不排斥隐婚生子 对吧 徐助理听到他的话很意外 想到之前梁岛对他演技的认可 便决定让他明天上午七点来片场一趟 表示会帮他跟导演反馈清楚 他很开心徐助理愿意这么帮他 挂完电话后 他心情非常好 计划着明天要早点过去的事情 可开门居然撞见陷害过他的林雅回来了 两人谁也不想搭理谁 其他社友见林雅突然回宿舍住 很意外 林雅解释明早导师找自己有事 自己怕起不来 就提前回来住一晚 第二天 天蒙蒙亮 他就收拾好出门了 生怕吵醒其他人 他关门动得都很轻 林雅却在他走后就起来了 确认他真的出了门 林雅拿出手机开始发信息 而他为了争取赶上头班车 选择了平时人比较少的进路 一路旁奔 却忽然发现前面路口 站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 他很疑惑 这边的教学楼已经废弃了 应该不会有学生来的 越跑越近 没时间再细想了 他只能在经过的时候加快速度 哪只猛地被人从后面捂住了口鼻 他害怕地拼命挣扎 试图逃脱 却没有任何用处 他不清楚这些人要对他做什么 他绝望地想大声呼救 擒住他的两个男人 将他往废弃的教学楼里拖 然后把他的手脚全部捆住 怕他乱叫 连嘴巴也疯上 做完这些事情 两个男人就一声不吭地直接关门离开了 他无助地看着被关死的大门 不知道该怎么办 接着他又听到门外有反锁门的声音 很明显这些人有这里的钥匙 那就是早有预谋的 如果他九点之前不能准时抵达剧组 那小九的角色怕是又要保不住了 想到这里他奋力地晃动身体 想挣脱绳索 每次晃动幅度太大 椅子不小心朝一边倒去 他从没有这么无助过 满脑子都是小九的角色 他仔细想了想 在这个世界上 谁最忌惮他拿到小九的角色 瞬间他明白了 是谦歌 另一边 站在外面的林雅正 开心地向谦歌报喜 指出一切都半途了 他被关进了废弃教学楼 那里平常没人去 一时半会 根本不会有人找到他 他明明很爱这个女人 却故意用哥哥的名义 和这个女人结婚 只因他清楚 女人心里装的是他哥 他知道女人 今天早上七点 要来片场拍戏 于是早早就过来了 可等到六点五时 也没看到女人的身影 导演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突然他收到女人 设有发来的短信 上面写着 贺学长 小一今早五点多出门的时候 林雅也跟了出去 我本来想立马告诉你的 但我一不小心又睡过去了 他记得林雅是搬出去了的 这个档口忽然回去住 明显很可疑 便赶紧向导演解释道 梁导 演小九的演员 可能临时出了点意外 你方便的话 可以先拍其他部分 我过去帮你看下是怎么回事 毕竟小九除了他 再找不到更合适的演员 导演虽然奇怪 他怎么突然对一个小演员 这么上心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马上安排其他人准备开拍 他则匆忙地往停车场跑 他很确定 记忆现在都没到剧组 肯定和林雅逃不掉干系 林雅不知道记忆搭乘哪辆出租车 不太可能火通司机绑人 那想下手的话 只能在校园里 也就是说 记忆很有可能现在校门都没闯 想到这里 他暗自祈祷 记忆 你一定要没事 很快他赶到了女人的宿舍 生气地直接将宿舍门踹开 气势汹汹地走到林雅面前 凶狠地质问道 他在哪 你把他藏奶了 林雅被他的样子吓到了 但还是故作不懂地指出 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毫不客气地道出 你少跟我装傻 我没耐心跟你在这里啰嗦 我问你 记忆被你弄到哪里去了 林雅被他吼得不知所措 想着自己和千哥的计划天衣无缝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不明白 他又怎么会知道记忆的失踪跟自己有关 思索片刻后 林雅又装作不懂事的道出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见状他彻底怒怒 伸手夺过林雅手里的名牌包包 大步走到窗边 拉开窗帘 林雅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 他直接将包包伸到窗外 准备丢出去 同时还逼问道 我再说一遍 我要听的是 他人在哪里 你只需要告诉我 我要的答案就好 你要是再敢废话一个字 不等他的话说完 林雅急了 慌忙道出 我说 我说 他在废弃的教学楼 话音刚落 他转身就将包包丢回给了林雅 旁若无人地快速往外奔去 而另一边还被关着的女人 已经挣扎得没有力气了 看着窗外太阳高高挂起 女人想 估计已经快要七点了 难道自己真的更无法再次踏入这个圈子了吗 这可是自己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机会 女人越想越不甘心 但又无能为力 只能绝望地看着警惕的大门 突然门不知道被谁用力踹了一脚 紧锁的大门轰得一下倒在了地上 随后就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逆着光 女人看不清来人的长相 渐渐地身影越来越近 女人才看清来人是她 很诧异 她紧张地盯着 被捆住了手脚躺在地上的女人 愣了愣 下一秒就蹲下身将女人扶起 女人直直地看着她 想不通她怎么知道自己被绑在这儿的 她轻轻撕开女人嘴上的胶部 然后开始劫女人手腕上的绳索 隔得太近 女人发现她出了好多汗 很想问她是从什么地方赶过来的呢 她强压住心中的懊恼和心疼 始终一言不发 可绳索还没完全解开 她就已经看到了 被绳索勒得红肿的手腕 于是马上换成了最温柔的力道 缓缓解开剩下的绳索 待绳索完全解开 她赶紧抓住女人的手 仔细检查女人手腕上的伤 担忧的模样 让女人一下子想起了五年前 她也是这样 那时候她们还是朋友 而此刻她的触碰 让女人下意识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她僵直地看着空空的手掌心 很难受 女人尴尬地向她道谢 称自己还有点别的事 所以先走一步 说着起身就准备离开 拿着身体失去平衡 踉呛地往一边倒去 她赶紧伸手去扶 好在是稳稳地扶住了 女人虽然厌恶她 但总归这次是多亏了她 于是快速调整好情绪后 淡淡地道出 真的很感谢你这次的帮忙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有时间我请你吃饭表示感谢吧 贺同学 刚说完女人忽然想起来 她之前警告过 让女人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她眼前 于是女人马上补充道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出现的 我拜托李达帮我请你吃 文言她心口一正 似痛得厉害 为了掩饰自己 她转头故作嫌弃的道夫 不必了 我不心爱你的讨好 你也不用感激我 我之所以来这里 不过是因为我无意之间知道 你被林雅困在这里 再说了 当初如果不是我 林雅或许也不会这么对你 我不希望以后传出 你因为我而被霸凌的传言 知人知面不知心 对人抱有警惕之心 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你如果连这种事情都无法应付 还惩什么能进娱乐圈 女人被她冷漠的话 弄得不在坑上 她又继续面无表情地道出 你不是说你有急事吗 我送你过去 女人本能地果断拒绝 还忍同弯腰去捡地上的包包 然后快速地离开了 她沉默地看着女人离开的背影 烦躁又心痛 心里暗自责骂自己 贺继辰 你到底还要因为自尊和不甘 把她推多远 而女人出来后 很快赶到了拍摄片场 却发现早已空无一人 看手机才知道已经快八点 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 女人猜 自己恐怕真的要再次与小九无缘了 突然远处的徐特柱发现女人道路 很惊讶 女人惭愧地低头道歉 徐特柱直接打断了女人的话 只说导演说小九的戏下我开拍 你一会儿跟我去把合同签了 准备下装造吧 女人不敢置信 导演竟然没对自己失望 徐特柱却直言 你该感谢副导演 是他稀才 替你解释 你是因为出事才来晚 劝我们再等等 你可一定不要让他们再失望 女人听着有些猛 思索着副导演是谁 他作为新人 拍戏第一天就迟到 一向苛刻的导演 不但没有开除他 反而还贴心地帮他把戏份往后延 只因副导替他说了几句好话 他很好奇副导是谁 但也没时间多想 只能先换装了再说 为了完美遮住伤口 他还特意让造型师 给他配了一对玉琢 确定没什么问题了 他便开始温习剧本 好在开拍前再确定一下阻位 这时周围有人议论道 听说了吗 咱们这场戏之所以 从上午转到下午 是副导的意思 真的假的 那个要求最苛刻的副导 他怎么会忽然掉链子了 这个副导 其实就是谢后那部电视剧的正导演 难怪呢 我就说梁导 怎么会突然选一个 这么年轻的导演做副导 原来是大有来头啊 他听着心中不由的一惊 谢后 可是那部年初大火 拍摄手法别具一格的拿奖作品 接着又听到有人小声道出 何止呢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我们副导现在还在读大学 没毕业呢 文言他更加震惊了 没想到能拍出谢后 这么底蕴深厚的作品的 竟然是一个天才少年 突然工作人员过来 通知大家准备开拍了 见状他急忙收了思绪 告诉自己 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 先抓住眼前的机会再说 很快大家都进入了工作状态 梁导和他最后说一下戏的走位 忽然一个常务喊道 梁导 副导到了 大家闻声看过去 热情地和副导打招呼 只有他还投入在剧本中 丝毫没注意到赶过来的副导 副导一坐下就通知开拍 梁导便马上命大家各就各位 拍戏正式开始 他在剧中饰演小九 偷偷帮助女主角逃离深归 可女主角已经任命 拒绝了他的情谊 他绝望地痛呼流体 演到这里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电闪雷鸣 含气来得特别弄 常务询问梁导还继续吗 梁导不满地指出 拍 为什么不拍 今天效率本来就低 把雨戏提前 听到梁导这么说 常务还特意翻看了一下剧本 发现还真有一场雨戏 也是这个场景 小九因爱生恨后 在雨中自杀的那场 说着便马上通知 他准备进入情绪 几分钟之后 他换装回来了 在漫天的大雨中 他很快再次进入状态 他闭着眼睛开始说台词 可隐约他感觉疼痛感慢慢袭来 便下意识睁开眼 发现手腕上的伤口 被雨水泡开 血又流出来了 他担心这样会穿帮 一时间忘了继续演下去 梁导生气地责备道 记忆你是忘词了吗 难道想让全剧组的人 冒着大雨陪你NG吗 剧组等你半天了知道吗 要不是副导演 算了赶紧调整状态 重来一次 他难堪地赶紧道歉 重新调整好之后 他特意把手放到了袖子里 继续刚刚地表演 为了不露线 他边说台词 边快速拿出匕首 狠狠地插入胸口 然后猛地栽倒在地 还不忘继续说台词 他想着 伤口的血和道具 血混到一起了 应该不会穿汪马 而现场此刻鸭曲无声 副导被他不要命的样子吓到了 梁导却嘀咕道 虽然没按剧本演 不过效果挺好 我觉得 这个小九还可以表现得更有张力 要不再来一次 可副导看得出来 他没按剧本演 是怕手腕上的伤穿帮 副导没想到 他手腕的伤居然这么严重 想到他没跟剧组反馈一声 甚至还淋了雨 不由得心疼 在梁导准备通知来第三场的时候 一直沉默的副导突然说话了 卡 过吧 梁导很意外 副导怎么突然放水 他也纹声抬头看去 这才发现副导竟然是贺继尘 瞬间愣住 他私自更改剧本的内容 可可的导演不但没有责怪他 反而还让他一次过 只因副导看出他手腕上的伤口很严重 担心他带伤在大雨中继续拍摄 伤口会更糟糕 他纹声抬头才发现 副导竟然是贺继尘 贺继尘还向导演解释 他的表演没什么问题 后期特效一下 完全够了 导演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通知大家今天的拍摄结束 交代完事情 贺继尘起身离非 场务赶紧上前帮忙撑伞 他下意识低头回避迎面走过来的男人 男人若无其事地走出一段距离之后 让场务去给他撑伞 场务只能拿着伞 马上跑到他身旁 连连道歉 他转头看向男人离开的方向 心中无味杂陈 等他回到化妆间的时候 收到了余光哥的信息 余光哥告诉他 今晚八点飞回来 约他晚上在家里见 他收拾完东西便回了家 这是他第一次来余光哥家里 很紧张 虽然他们法律上算夫妻 可那只是权疑之计 他越想越紧张 头也开始发昏 不知道过了多久 隐约听到有开门的声音 他在想 是不是余光哥回来了 可眼皮太重 怎么也挣不开 他感觉有一双熟悉的手 在触摸他的额头 随后他被人抱了起来 他想看清楚这个人的样子 却怎么也看不清 紧接着 他被放到了一张舒适的大床上 大约过了几分钟 他忽然感觉嘴巴 被柔软的温度包围 瞬间一阵苦味充斥着整个味蕾 等嘴巴里的苦味渐渐散去 嘴唇上的那抹柔软也没有 他迷糊地起身 紧紧抓住刚刚那抹柔软 就觉得很舒服 都忘了呼吸 在快要喘不上气的时候 那抹柔软开始给他肚气 他被安抚地渐渐入了棉 男人给他盖好被子 起身就要离开 他却突然抓住男人的手腕 迷糊地道出 别丢下我 男人沉默地看着他 满是伤痕的手腕 眼里写满了心疼 便拿起柜子上的棉签 沾了点药水 开始给他重新处理伤口 他感受到被人温柔地呵护着 莫名地流下了眼泪 男人健壮低声道 知道我有多害怕你的眼泪吗 你总是这样 一掉泪就能击溃我的心理防线 他听不太清男人说的话 但感觉男人很珍视他 待他睁开眼时 只看到男人熟悉的背影 第二天他睡到自然醒 才慢慢回想起来 昨晚他和余光哥约好了在家里见 可他没等到余光哥回来 就先睡着了 梦里好像有人给他喂药 他起身发现伤口 已经被重新包扎 残后之后绝地反应过来 昨晚经历的一切 都不是他的错觉 可这是余光哥的房子 所以照料了他一整夜的人 是余光哥 想到这里 他悄悄地走下楼 发现余光哥在厨房忙碌 他很意外 余光哥居然会做饭 余光哥闻声转头笑着看向他 他一下子愣住 余光哥又伸手准备抚摸他 他下意识后退 完了之后才想起来 是自己太敏感了 余光哥便打字解释道 自己只是想确认一下 他退没退烧 他尴尬地道出 已经退烧了 余光哥 多谢你昨晚的照料 很快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早餐 他没想到余光哥 第一次做饭就做得这么好吃 余光哥还笑着让他多吃一点 早餐过后 余光哥给他的伤口重新换样 生怕弄疼他 动作很轻 突然他手进来信息了 是社友告诉他 他最喜欢的作者程卫婉的小说 三千吃要被影视化了 一旁的余光哥 也恰好撇进了短信内容 这个女人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随便逛了一下网页 就被爆火的小说 作者亲自邀约开拍新剧 惊起来得太突然 他都被吓到了 其实就在刚刚 他专心逛网页的时候 恰好被一旁的余光哥发现 余光哥还特意询问他 是不是对三千吃感兴趣 他道出这部小说挺火的 而且小说作者的人气很高 对现在的他来说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余光哥刚准备说自己可以帮他 又突然想到若是让他知道 这部电视剧是自己公司拍的 怕他会直接放弃 于是马上换了一句鼓励他的话 随后转身离开了客厅 他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余光哥似乎哪里变了 但又说不上来具体是哪里 离开客厅后 余光哥就开始联系 他说的那个小说作者 直接把他推荐给了这个人 而还在客厅逛网页的他 突然收到了陌生来电 他疑惑地接听电话 就听到电话那头道出 你好 记忆小姐 我是陈未婉 不好意思 这么唐突地打扰你 有人向我推荐了你 我看过你以前的作品之后 觉得你的气质 和我即将开拍的 三千尺 女二号这个角色很符合 他有些不敢置信 愣愣地没有说话 就听到电话那头接着道出 刚好今晚三千尺的导演 投资人有个聚会 而我想在明天飞国外之前 把角色定下 你看你方便直接过来签约吗 他愣了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激动地道出 很高兴得到您的赏识 请问具体的地址和时间 就这样他莫名其妙地 就成了女二号 他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向陈未婉推荐了他 捋了一下思路 好像只有余光哥知道 他想出演三千尺 当晚他就好好打扮了一番 才出门 找到指定的包间 已经到了好几个人 他一个人也不认识 有些紧张 陈未婉一下子认出了他 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 还热情地邀请他入座 只说一会儿女主角到了 他可以先跟女主角熟悉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他们就可以签约了 他没想到今晚就有幸 能看到女一号 心中特别地期待 突然包进了门被打开 一道熟悉的女声响起 不好意思 路上堵车 迟到了 他好奇地闻声抬眼看去 就见仇敌千哥笑盈盈地走了进来 热情地和其他人打招呼 他心中无声地吐槽道 这哪里是冤家路者 简直是狭路相逢 他不悦地看着千哥的同时 千哥也发现了他 千哥震惊了几秒钟后 便气势汹汹地朝他走过去 装作很惊喜似的和他打招呼 陈卫婉没想到他们俩认识 千哥故作开心地解释 他们是高中同学 他知道千哥是在演姐妹情深 便马上也跟着演了起来 笑着和千哥叙旧 千哥还假惺惺地关心他的工作 才知道他被定了女二号 瞬间震住了 但很快又恢复了职业假校 夸他演技很好 也高兴和他在同一个剧组里 他也不甘失论 故意回应道 我也很高兴 原本我还紧张怕戏眼不好呢 现在看到你 我一下子安心了很多 见他这般气势 千哥接下来没有再搭理他 没多久菜就上棋了 大家开始吃饭 可饭局都开始半小时了 主座一直空着 他好奇这到底是谁的位置 而对面的千哥则全程不善地盯着他 千哥想不通他这种胡咖 竟然也能攀上这么大的剧组 正好看见一旁的林总 千哥心生意己 对林总小声说了一番话 随后以临时有个通告为借口 向大家告辞 千哥出来后很得意 想起刚刚在林总耳边 故意诋毁他的那些话 千哥觉得自己这次 又可以轻易摧毁他了 堂堂一大老板 公司活动聚餐都不敢露面 还特意拖到快散场了 才姗姗来迟 只因他担心深爱的女人 发现是他的公司 而拒绝签约 可不巧的是 他刚到停车场 就听到了女人的仇敌千哥 图谋不轨的电话 千哥不悦地道出 谢思瑶 你是怎么搞的 在接三千吃这部戏的时候 难道没有提前查一下 女二号是谁吗 你不是不知道 三年前记忆到底势头有多么 我们当初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才把他搞下去 不过这次投资商里 有个色鬼林总 我已经诚心诚意地 跟他大肆推销过记忆了 依照记忆的性子 绝对不从 到时候 那个老色鬼恼羞成怒 铁定会动手把他踢出去 千哥一番得意的话还没说完 手腕突然被人用力攥住 千哥生气地转头大喊 什么人 就见他冷冷地看着自己 质问道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你对林正义大肆推销记忆 千哥被他逼问地将在原地 不敢吭声 见状他愤怒地将千哥 往车身上一推 冰冷而无情地道出 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像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诋毁和诽谤起人 眼皮子都不带眨一下的 不过 话又说回来 真是可怜啊 不管是三年前 什么都不是的你 还是三年后 已成为影后光鲜亮丽的你 从你骨子里 就已经觉得自己 是比不过记忆的 你千方百计 用尽心思地针对他 诽谤他 实际上 你忘记了 诋毁 也是一种眼望 混这个圈子 不是所有的人 都要像你一样 要做出那种牺牲 记忆有实力 有魄力 有理想 有未来 属于他的舞台 远不在这里 为了他 我会竭尽全力 你之所以会跟记忆 同时出现在三千吃的剧组 是我故意安排的 我就是要让你 把当初踩着他得到的 一点一点地全都还回来 文言千哥被狠狠地证到了 三千吃的导演 和A品氏公司的总裁 竟然都是他 原来这个坑从一开始 就在等着自己跳进去了 真的没想到 他居然拿出 这么大的阵容帮记忆 一想到自己喜欢他 一直都喜欢他 可他居然为了 帮另一个女人厌恶 自己到骨子里 千哥就要极度地发狂 于是故意大声嘲讽道 贺继辰 亏得你三年前 因为他出车祸 还做了那样的事 给自己人生添了一个 那么脏的污点 可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说我可怜 我看你比我更可怜 不 是更可悲 听到千哥的话 他猛然转身 大不留心地折回来 阴冷地道出 你不提我都忘了 他试镜王城的那天 是你联合灵雅 把他困在学校废弃的 教学楼里吧 说着他夺过 千哥手里的车钥匙 将千哥直接塞进了跑车里 又继续道出 为了让我更可悲 那就把那天你欠他的 今晚讨回来吧 说完他重重地关上车门 用车钥匙将车门锁死 千哥不停地拍打车窗 他不予理会 还立声道 你也该好好尝尝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 说完他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 早就走了 女二号应该是去卫生间了吧 正说着 突然发现旁边的林总 也还没回来 他猛然想起来 千哥刚刚说过的话 瞬间不淡定 匆忙地起身走出包间 他心里暗自祈祷 记忆 你不许出事 而另一边记忆 刚从洗手间方便玩 就听到外面有人 在喊自己的名字 出于礼貌 记忆马上开门出来了 见到是林总 记忆很惊讶 林总是三千吃的 主要投资商之一 记忆不明白 林总会找自己干什么 林总笑着询问道 小易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单独和你聊一聊 关于三千吃吃不惧的事情 这里太惨 不介意的话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 记忆考虑到自己 好不容易有了这次出演的机会 要是自己直接拒绝 恐怕会惹恼眼前的林总 便点头答应了 想着等会随机应变吧 这个傻女人明明知道 眼前的老男人不安好心 竟还是同意了 单独去聊工作上的事情 只因眼前的老男人 是她刚签约新剧的最大投资商 她担心拒绝的话 会让她好不容易拿到的角色又没了 可一到包间 这个老男人就给她倒酒 还假装询问她 这次女儿的角色格外具有挑战性 不知道她能所胜任 她以为老男人是真的担心她能力不够 赶紧道出 林总请放心 我一定会用心演绎好这个角色 林总却突然凑过来笑着指出 小易 我看你资料 说你现在还在闭影读大学 边说边往她身上秀 她下意识往后退 强装淡定地道出 是的林总 我还在闭影 可下一秒林总直接趴到她的身上 不放手 她死尽往外推 努力保持最后的体面 林总却越来越得寸进士 玩味地道出 我还听说 你们碧影有很多女孩子都很随便 是不是 她马上意识到这个老男人想干什么 奋力推开林总的身体 大声道出 林总 您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剧组那边了 文言林总抓住她的手腕 戏弄道 得了 你不用跟我装什么清高了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清楚得很 这么装 不就是为了多要点好处吗 你实在忍不了了 用尽全力将林总推倒在沙发上 还提醒林总请自重 随后准备转身逃走 哪只还没跨出一步 就被林总牢牢地圈住了 林总还不懈地询问道 说吧 你想要多少 不等她开口 林总直接将她甩到了沙发上 俯身就要靠近她 情急之下 愤怒地甩了林总一巴掌 林总被她彻底激怒了 不悦地打吼 你别忘了 三千吃的主要投资人是五 我劝你最好识相别 她拼着恶心至极 抬手又甩了林总一巴掌 林总瞬间想杀了她 于是粗鲁地抓起她的头发 拿起茶几上的酒瓶 就往她嘴巴里灌 她被呛得咳嗽不止 林总根本不给她喘气的机会 继续将酒瓶往她嘴巴里塞 她脑子一下子炸了 墨地的 她隐约听到门外 有人说话的声音 好像是门被人推开了 她用尽最后的意识 缓缓睁开眼 转头就见一个 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来 待看清楚来人是贺继臣时 她瞬间一股强大的恐惧 直冲心头 曾经那些羞辱她的画面 再次涌现 她第一个念头 就是贺继臣和林总是一伙的 便慌忙大喊 不要过来 她害怕地看着贺继臣越走越紧 像是生命在倒计时一本 打指贺继臣突然猛地 将林总按到了桌子上 她愣住了 半天没缓过神来 林总被打得恼羞成怒 不悦地怒斥道 贺继臣你什么意思 为了一个女人 你治愈吗 你别忘了 我和你的YC公司有合作关系 可贺继臣根本不听林总的废话 拿起地上的酒瓶 就朝林总走过去 吓得林总大惊失色 贺继臣毫不理会 直接将酒瓶扣在了林总的头上 林总急了 再次威胁道 你还想拍三千吃吗 三千吃 虽然是你知道 但没有我 你这个导演算个屁啊 他这才明白过来 三千吃的导演是贺继臣 YC影视公司也是贺继臣的 见贺继臣没有停手的意思 林总怒吼道 我是你最大的投资人 我要是撤了资 对你绝对没 等林总把话说完 贺继臣又是一拳 林总被打得狼狈地趴在了地上 贺继臣才凶狠地扬声道 道歉 林总很不爽 生气地威胁道 贺继臣 你有必要把事做得这么绝吗 你要明白 你就这么把我得罪透了 贺继臣懒得听这些废话 直接一脚踹下去 打断了林总后面要说的话 再次提醒林总 道歉会吗 见林总不吭声 贺继臣加重了脚上的力道 林总很不服气 大声道出 你自己也讨不到什么好处啊 见状贺继臣拽起 趴在地上的林总 用力勒住林总的脖子 阴冷地道出 不会 那我教你 林总被打怕了 只能放低身段 开始道歉 一个劲地对他说 季小姐 是我错了 对不起 他有那么一瞬间 竟然分不清这到底是回忆 还是现实 贺继臣走到他的面前 抬头看向他 一眼就看到他腿上刺眼的伤痕 才知道自己没来之前 他已经被打过了 瞬间控制不住地杀气往外有 他怎么也没想到 被他一度厌恶而远离的男人 会在他遇险时挺身而出 贺继臣发现他腿上都是伤 二话不说脱掉自己的外套 温柔地给他披上 他看着这样的贺继臣 莫名地心跳加速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感觉贺继臣眼底 似乎闪过了一抹温柔和心疼 正发着呆 突然他就被横抱了起来 弄得他不知所措 就听到贺继臣轻声道出 走吧 我带你离开这里 他没有再反抗 安静地靠在了贺继臣的肩上 贺继臣没有再说话 一路抱着他 往电梯那边走 他酝酿了许久 才鼓起勇气小声道出 谢谢 这是他第一次 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个男人 很快贺继臣将他带到了目的地 男人似乎并没有急着下车 而是提醒他 这样子去酒店不合适 要是被什么人拍了照片 将来留了出去 也是数不尽的麻烦 说着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 指出今晚自己回学校有点事 家里没人 他可以去住一晚 他很感谢男人的贴心安排 还想说些什么 又觉得好像有些唐突 贺继臣见他欲言又止 期待着他的下文 沉默片刻 他却低声道出 我先下车了 贺继臣有些失落 但也没再说什么 待他下车关上车门的瞬间 贺继臣启动车子 飞速地离开了 他很郁闷 不知道自己怎么又惹这个男人不高兴了 白天的经历让他很疲惫 没有心思再多想 他快速上了楼 大致逛了一下 他发现这卧室的布置 跟当年他在苏城贺家借住时 几乎一模一样 猜到贺继臣是故意把房子让给他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次真的感谢这个男人 而另一边贺继臣在他上楼后 又把车开回来了 一个人独自站在楼下 默默地看着他的方向 即便只能远远地看着 贺继臣也满足 没多久房间里的灯灭了 贺继臣想 他睡了吗 没我在 他应该会睡得很踏实吧 突然手机来电话了 是林郑义打来的 想到林郑义白天 对他做的种种事情 贺继臣顿时一脸的不悦 本来自己来这里 就是为他铺路的 但如果他受到伤痕 那还不如将一切都毁灭 这样想着 贺继臣直接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他醒来 头还很疼 就听见阳台外贺继臣打电话的声音 他闻声轻手轻脚地下床 走过去查看 就见贺继臣立声道 早上开会的时候 我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篓子是我捅出来的 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 你们跟着瞎做什么热闹 他在讲贺继臣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会不会和昨晚在毕市大饭店 跟林郑义发生的冲突有关 正偷偷地看着 贺继臣转头发现了他 他很尴尬 马上缩了回去 见状贺继臣灭掉手里的烟 跟庸人打了声招呼 庸人瞄懂贺继臣的意思 直接来敲他房间的门 他开门就见庸人 给他拿了一套新衣服过来 指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来吃点东西 他接过衣服 抬头撞见贺继臣正朝这边走 他怪不好意思地低声道出 早 哪知贺继臣立马扭头转身走了 他很无语 片刻后他换好衣服 准备吃饭 庸人准备得很丰盛 还感叹道 我在这里干了三年活了 你还是我遇见的 第一个贺先生带回来的女孩子呢 他很惊讶 贺继臣这个房子 居然买了三年了 他想不通贺继臣 明明今年才进的毕影读书 之前都在第一学府 怎么那么早就在毕市买房了 庸人见他很疑惑 笑着道出 我记得当时问贺先生 为什么要在这边买房 贺先生说 在这里安家 为了和某人重逢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在开玩笑 但还是觉得好浪漫哦 我想那个被贺先生惦记的女孩 一定很幸福 文言他好奇地暗想道 如果贺继臣的到来是为了谁安家 那那个人会是谁呢 墨地的 他回过神来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 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突然在意这些 而此时贺继臣也换好衣服走过来了 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尴尬 他觉得他必须说点什么才好 便主动开口了 谢谢你昨晚的帮忙 还有借助我一夜的房子 以及这份早餐 那个身上的衣服 是你吩咐张嫂帮我买的吧 等回头有时间 我把钱拿给你 或者张嫂 贺继臣或许没料到 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会是这些 顿了顿 又故作淡定地擦拭嘴角 随后才面无表情地吐了个 嗯 没想到贺继臣突然变得这么温柔 接下来全程无话 一旁的庸人都替他们俩着急 吃完饭 他正准备起身道别 话说到一半 贺继臣的手机响了 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贺继臣不愿地接通电话 沉默地听了几秒 瞬间暴怒道 让他亲自登门去给他道歉 他想的美 做梦去吧 你让他去死 我从小到大 最不怕的就是危险 就凭他 不配 他很疑惑是什么事情 让贺继臣发这么大的火 就见贺继臣直接挂断了电话 转头又平静地询问他刚刚想说什么 他纠结半天还是问出了口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是不是和我和林总有关 贺继臣看着他担忧的模样愣住了 暗自安慰自己 他这随口疑问 也算一种关心吧 于是淡然地道出 不是 公司内部出现了一点小事 见状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礼貌地道别 可刚到电梯口 他收到了社友发来的短信 社友告诉他 原本都官宣公布明年二月份开机的 三千吃居然停拍了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他明明憎恶这个羞辱过他的臭男人 这次却又主动住进了臭男人的家里 只因这个男人在他危难之际救了他 考虑他目前的状态不适合被曝光 还贴心地把自己的房子给他住 在他以为糟糕的事情就此结束时 社友突然告诉他 原本都官宣公布明年二月份开机的 三千吃居然停拍了 马上反看新闻热点 就见铺天盖地都是三千吃停拍的消息 其中一条提到了三千吃的导演得罪了投资商 引起巨额撤资而导致停拍 他回想起昨晚上贺继城 为救他而暴打林总的场景 马上想到了撤资人可能是林总 便发消息 向三千吃的作者求证是不是真的 很快对方给了他肯定的回复 他心口不由的一紧 又询问道 是因为林正义 对方指出是 但具体情况自己不是特别清楚 好像是贺总动手打人了 看到动手打人这四个字 他什么都明白了 果真是因为昨晚他的缘故 才惹出来这样大的乱子 贺继城刚刚接电话发那么大的火 应该是在处理他的事情 他不明白贺继城为什么不肯告诉他 带他回到宿舍的时候 摄友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还好奇地询问他 跟导演戏的那个大帅哥贺继城是什么关系 他尴尬地转头道出 他和贺继城怎么会扯上关系 别胡说八道 摄友根本不信 只说你跟他没关系 他会为你动手针对林雅 文言他一愣 反问道 动手针对林雅 你在开玩笑吧 摄友见他这般反应 很诧异 不禁感叹道 天啊 你居然不知道 这件事我们整个女生宿舍楼都知道了 就是前阵子 大概两周前 贺继城大早上闯进你们宿舍 拽着林雅 问他把你弄到哪里去了 他这才知道 原来那天贺继城能找到他 是来宿舍找过林雅 摄友接着道出 林雅不说 然后贺继城就抢了林雅的限量版包包 哈哈 太好笑了 林雅对包太宝贝了 贺继城掐准了林雅的死穴 他把林雅的包差点扔出窗外 林雅吓得魂都快没了 我真觉得 如果当时林雅敢不说你在哪 他就真敢当场把包扔下楼 宁可为包培好几万也不在话下 他怎么也没想到 贺继城那天为了知道他在哪里 竟然做到这个地步 摄友越说越花痴 还笑着感叹道 不过那天 贺继城可怕归可怕 但还是很帅气的 冲冠一怒为红颜啊 季夜 我真的好羡慕你啊 突然知道贺继城为他做的这些事情 他心里有些乱 恰好宿舍的电话响 他接起电话 就听到电话那头李达询问道 小依依 你和诚哥最近联系过吗 他到处没有 怎么了 李达指出 陈哥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 你知道 我是做房地产的 他前两天联系我 要把北京的房子给卖了 他来独币 家里根本不同意的 还断了和他的一切经济来源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 贺继城居然被贺家断了经济来源 李达又道出 他最近为了筹备一部剧 把自己这些年积攒的全部家当都压在里面了 如果他毁约 其他的投资商肯定是要对他提出索赔 到时候 他不但会倾家荡产 说不定还会惹上官司 文言他被狠狠正义 原来事情比他想象中严重得多 要不是因为他 林正义就不会撤资 贺继城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贺继城因为他那样对林仰 又因为他打了林正义 可明明对他说出那样难听的话 他想不通贺继城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见他一直不说话 李达以为他没有在听 不停地呼叫他 他被一连串的真相经的思维混乱 已经没有心思再听李达说了 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努力思索着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 他没法做到对贺继城不管不顾 于是他拨通了贺继城的电话 可电话那头一直提示已关机 他更慌了 贺继城现在一个人孤军奋战 滋味肯定不好受 想到这里 他快速跑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下车直奔贺继城的小区 远远就看见贺继城正好下楼 他的死敌千哥也跟在后面 他想起来 千哥年少时就喜欢贺继城 现在贺继城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以为千哥是来关心贺继城的 却见千哥生气地追问道 贺继城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话 你都听到了没有 贺继城懒得废话 冷漠地让千哥离开 见状千哥怒斥道 贺继城 林正义不是傻子 三千吃 这样的剧本难得一遇 他是个生意人 他不过就是辣下面子 想要让记忆亲自登门给他道歉 他很疑惑 林正义有说让他亲自登门道歉 他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他想起了贺继城接二连三发火的电话 肯定就是跟他和林正义的那件事情有关 那边千哥不死心 又接着劝说道 董事会已经给你最后期限了 如果你三天内再筹不到资金 别说是三千吃没戏了 就连你的YC公司也没了 只要你答应你 撤掉记忆 我就帮你去劝林正义重新投资 而且比之前多20% 文言 贺继城不屑地冷声道 跟我谈条件 你也配 他明明好不容易才从老男人的狼窝逃出来 隔天又主动对老男人投怀送抱 只因他发现老男人故意针对贺继城 导致贺继城的公司濒临破产 而贺继城是因为救他而得罪了老男人 他为此很自责 想找贺继城了解情况 却不小心偷听到贺继城怒斥仇敌千哥的话 林正义会撤资 是你在背后倒的鬼 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费尽心思做这么多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他没想到林正义撤资是千哥在背后叫缩的 为的就是把难题摆在贺继城面前 逼贺继城将他踢出三千吃的剧组 只是他不明白 明明让他离开剧组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贺继城为什么不做 末地的 他想到了余光哥 怀疑是余光哥找贺继城帮忙的缘故 而千哥见贺继城都看穿了 赶紧为自己开脱 试图挽回自己在贺继城心中的形象 贺继城根本不想听 直接用力甩开千哥的手 转身扬长而去 不再管瘫坐在地上的千哥 他不知道怎么形容此刻的心情 待千哥离开后 他才起身 他想起刚刚千哥提到的 三天之内 如果一切不解决掉 贺继城这些年一手打拼的所有东西 都将会化为虚有 顿时心中惆怅不已 就算贺继城真的是看在余光哥的面上 才这么维护他 可他也不想贺继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既然事情是因他而起 那就还由他结束吧 他取下手腕上的录音表 心里暗自有了忌惑 他先来到了电子专营店 让老板帮忙把手表里面的东西 传到录音笔里面 随后联系林正义出来谈一谈 安排好一切之后 他就走出了店面 丝毫没有注意到旁边有辆车在跟踪他 是千哥和自己的助理 千哥不清楚 他弄录音笔做什么 见他快速上了一辆出租车 赶紧命助理跟上 出租车一路开往学校 千哥估摸着他是回学校换衣服 便让助理将车停在学校门口的 二十分钟后 见他换好衣服 又坐出租车来到了月圆 千哥很好奇 他来这里干什么 仔细想了想 今晚圈里有谁来月圆听戏 突然想到自己跟林正义约定过 只要林正义撤资三千吃 就去林正义投资的新戏友情客串 而这部投资的戏 今天在月圆有聚会 想到这里 千哥瞬间明白了 他是来找林正义的 便兴奋地吩咐助理把车开进去 表示自己今晚也在月圆听戏 而他全神贯注地想着事情 一股脑地往前走 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尾巴 他知道接下来面对的是什么 已经提前在心里做好了准备 就算在讨厌林正义 这一趟他必须来 服务员将他带到指定位置 进门就见一大伙人在谈笑风声 林正义不知道和服务员说了什么 服务员就过来告知他 林总喊他过去 他深吸一口气 如上战场一般 坚定地抬脚 往那一伙人走去 走近后他低声想说 他找林总有事 林总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直接猛地将他扯到怀里 大声道出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叫季 大学生 碧影的 文言大家都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他故作淡定地询问林正义 能不能抹点时间和他谈谈 林正义笑着道出 可以啊 你先给这一屋子的人 每个人都敬杯酒 我就给你时间谈 说完服务员端来准备好的酒水 他知道林正义 这是在故意刁难他 早在来之前 他就该猜到的 林正义不会那么轻易善罢甘休 见他一直不动 林正义又道出 机会我给你了 要不要看你 他考虑到他现在手上 唯一的底牌 就是这支录音笔 林正义虽然私底下行为在败坏 可对外却还是需要注意自己形象的 于是拿起面前的酒杯开始喝 林正义一直盯着他 还趁机凑过来伸手捏了他一下 他浑身一僵 他想到贺继承舍弃了那么多 差点一无所有 比起贺继承 他承受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强忍着不适 笑着打圆场 继续主动给林正义敬酒 不远处的千哥用手机 将这一幕录了下来 想着用这画面好好刺激一下贺继承 心情就格外的好 可转念一想 贺继承知道自己和他一直都不对付 如果知道这视频是从自己手里传出去的 那贺继承一定会以为这是自己设的局 想到这里 千哥忍住了直接发出去的冲动 询问助理在YC公司里 有没有比较熟悉的人 助理有些猛 不知道千哥是啥意思 就听到千哥道出 让人把这些视频放到YC公司内部群里 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务必让贺继承看到 助理懂了千哥的意思 而另一边贺继承正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 突然手机连续收到好几条信息 贺继承疑惑地拿起手机来看 就见公司群里发了一条 他笑着陪林正义喝酒的视频 群里因此瞬间炸开了锅 全部指责他为了尚未不择手段 一旁的好友见贺继承的手机响个不停 还以为是被骚扰信息轰炸了 群里的视频还在不断地发出 贺继承看着视频里面 他和林正义亲密的样子 拿着手机的手不自觉颤抖起来 这时服务员端着酒水过来 突然被砸过来的杯子吓了一大跳 抬头就见贺继承一张痴人的黑脸 而月圆这边他故意失手打翻了酒杯 装作微醉的样子 提出去趟洗手间 他出来后 林正义紧跟其后 跟他预料中的一样 他假装失众往旁边倒去 林正义顺势扶住了他 满脸的得意 他都要恶心吐了 但只能先忍住 见四下无人 林正义将他扶进了一间空房 门一关上 林正义就迫不及待地想动手 他愤怒地一把将林正义推开 惊得林正义都愣住 不明白他都醉了 怎么忽然这么大力道 他其实挺后怕的 要不是他故意装醉 恐怕真的会让林正义得手 眼下他必须速战速决 我来找您 就是给您当面道歉来了 希望您能原谅我 重新考虑对三千吃的投资 林正义没想到自己会被他骗 不悦地道出 这样吧 你今晚的时间给我 我就考虑给三千吃重新投资 除了这个方法 别的一切免谈 当然 现在的你就算是拒绝 也无效 这不是上次的必食大饭店 也没有贺继承 你落在我手里 不从也得从 他明知道这个老男人不安好心 竟还主动送上门找羞辱 只因他想用手里的录音 逼老男人妥协 可他没想到老男人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甚至想借此直接毁了他 见老男人就要贴过来 他慌忙转头躲开 老男人被他激怒了 不管不顾地亲了下去 他拼命挣脱了老男人禁锢的手腕 见他这般刚烈 老男人反而更兴奋 他知道自己再不拿出老男人的把柄 就要被吃掉了 于是直接按开录音 开始播放 就听到里面传出来老男人上次威胁他的音频 对话被原封不动地放了出来 老男人愣住了 他直言 林总 这些录音你很熟悉吧 如果我将这些录音公布出去 您说网上的人会怎么说 听说您最近新投资了一个项目 如果您闹出什么不好的影响 怕是那个新项目上是会受到影响吧 闻言老男人的脸彻底黑了 询问他想怎么样 见老男人还不放手 他提醒道 林总 我们这样谈不方便吧 老男人无奈地放开了他 他赶紧整理弄乱的衣服 随后冷声道 林总 只要您肯重新考虑投资 我手里的录音全都给您 如果您想继续这么难堪地闹下去 那大家只能欲识俱焚 老男人听了他的话 沉默了 似乎是在思索 他知道老男人已经动摇了 于是继续道出 上次贺总动手打人虽然不对 但也是林总您对我不尊重在先 更何况 您应该知道 三千吃这个剧 谁投资谁赚 您是聪明人 孰轻孰众 我想您比我更明白 林总 我给您一晚上的考虑时间 您要是有了答案 随时可以联系我 见老男人还在考虑 他没有再说下去 指出他还有事 就先走一步了 说着他就往门口走 突然门被猛地从外面踹开 他还以为是老男人派人来赌他 刚准备开口询问 等看清楚来人是贺继承时 他呆住了 他不明白贺继承怎么会来 贺继承看到他凌乱的样子 愤怒到了极点 接着如索命的阎王般 狠狠地指向老男人 他以为贺继承会再次冲动地动手 马上拉了一下贺继承的衣服 贺继承转头看向他 二话不说拉着他就往外走 他觉得很奇怪 贺继承这次居然没有偏激 他被一路拉到了马路边 贺继承用力将他塞进了副驾驶 然后开着车就 车速太快 他整个人晃得不行 贺继承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 他不明白贺继承这是怎么了 要把他载到哪里去 他只觉得此刻的贺继承好可怕 车速越来越快 他都要被晃吐了 贺继承却无动于衷 很快贺继承带他来到酒店 他一下子梦啊 想让贺继承等一下 可贺继承根本不搭理他 直接打开房间的门 拽着他往浴室方向走 他不知道贺继承带他来浴室做什么 想开口询问 可对上贺继承恐怖的眼神 声声将话卡在了喉咙里 贺继承忍地将他往浴缸里一推 他奋力地起身 大喊道 你干嘛 结果贺继承拿起喷头 颤抖地看着他 一言不发 然后又对着他死进喷水 他被人从不安好心的老男人手中救出 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 反而更加惧怕 只因这个救他的男人 直接带他来到了酒店 还粗鲁地将他推进浴缸里 用喷头对着他死进喷水 他想起身离开 却又被按回到了浴缸里 他委屈地哭喊道 贺继承 你放开我 可贺继承并没有打算放手 看着他满眼的泪水 贺继承也很心痛 墨地的 发现他锁骨那里有吻痕 贺继承再也受不了 猛地加大手上的力度 将他死死按在水里 他觉得好痛苦 他上一次见到贺继承 发这么大的火 还是三年前 他给余光哥告白的那一晚 见他快撑不住了 贺继承一把将他拉了起来 却又看见他锁骨上明显的痕迹 贺继承再次怒了 瞬间想起他陪着林郑一喝酒的画面 便不受控制地 朝那某痕迹吻去 贺继承很想说 他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怕他被别有用心的人伤害 自己才放弃第一学府和出国留学 不惜与父母闹翻 可他居然去跟那些人喝酒周旋 居然让林郑一碰他 贺继承越想越气 失控地将他的衣服撕了 他特别害怕这样的贺继承 哭着求贺继承放开 却听到贺继承冷冷地道出 哭什么 你不就喜欢这样吗 他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人 不解地反问道 我喜欢这样 就听到贺继承怒斥道 只要你告诉我你是无辜的 我就会相信 什么视频什么痕迹 我都可以当没看见 他愣愣地看着 没有说话 见状 贺继承又嘲讽道 怎么 你能跟林郑一周旋 跟他有过分的举止 就不能被我碰两下 是觉得我不如林郑一 不能给你想要的角色 所以恨不得立刻攀上林郑一 求他给你他新剧里的角色 他怎么也没想到贺继承 居然是这么想他的 他才一定是有人录了视频 故意发给了贺继承 贺继承才会误会 他是想去抱林郑一的大腿 可贺继承问都没问一句 就一口咬定了 他是那种为了尚未肯出卖一切的女人 不管是多年前 还是多年后 在贺继承心底 就认定他是那种不甘不敬的女孩 他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呢 想到这里 他故意道出 是啊 我是看三千世没戏了 才去找林郑一的 他能给我想要的角色 也能给我想要的好处 我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文言 贺继承整个人不自觉抖了起来 他继续一字一句地道出 你说 我能和他周旋 为什么不能被你碰两下 可以啊 贺总 不过我想知道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贺继承气得面目猙獰 见状 他冷笑道 贺总 我们现在就可以好好谈啊 谈好了 你让我怎样俗事您 我就怎样 不等他的话说完 贺继承怒吼道 就凭你 也想跟我做交易 你真以为我欣赏管你 要不是 说到这里贺继承突然停住了 几秒后又道出 要不是我受人之托 我才懒得理你 我告诉你 我从不玩你这种人 因为我嫌你不干净 他强忍着心中的痛意 讥讽道 你瞧我怎么就忘记了 贺总说过 碰了我还不够恶心呢 四年前我没有过一次 已经够让贺总反胃了 贺总还说过 就算是我不穿衣服 站在贺总面前 贺总对我也提不起半点兴趣 贺继承听不下去了 让他闭嘴 他没有停下 继续道出 是我错了 刚刚不该不自量力地说那样的 白埋太贺总 不过没关系 贺总您嫌弃我 总有人不嫌弃我 比如林正义 话落 贺继承暴怒地扬起手 准备打下去 可看见他委屈的样子 声声又忍了回去 怒气冲冲地拽着他 往客厅走 然后狠狠地将他丢在了沙发上 不顾一切地俯身吻了上去 他脑子一下子乱了 想推开贺继承 却莫名地使不上力 只能咬了贺继承一口 贺继承才发现他哭了 贺继承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为什么每次看到他和自己对抗 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明明发过誓 不再让他流泪的 可却总是不断将他越推越远 于是情不自禁地开始亲吻他 而他明知贺继承在伤害自己 可不知为何 他就是没法将贺继承推开 墨地的 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呐喊 继业 你醒醒啊 你在干什么 难道要像四年前那样 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吗 他突然就清醒了 猛地睁开眼 扬声道 等一下 贺总坐之前 是不是要先跟我约定好处 贺继承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就听见他冰冷地道出 怎么 贺总现在不嫌弃我脏了 贺继承被他这句话刺激到了 直接起身拿起掉落的衣服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看着镜中自己狼狈的模样 很难受 泪水再次溢满了眼眶 这时手机来电话了 他赶紧控制好情绪 若无其事地接通了电话 才知道是林正义打过来的 林正义指出打电话过来 是给他答案的 他明明深爱着这个女人 却还狠心地将女人按在水里 差点溺死 只因他误以为女人为了工作 和老男人周旋 弄脏了自己 女人也气得不想解释半句 故意承认了自己就是那样的女人 闻言他愤怒地穿好衣服 丢下女人就离开了酒店 此时已经是凌晨了 他却毫无睡意 他烦躁地点了一支烟 电话询问好友情况怎么样了 好友指出他人都走了 肯定黄了呗 他听着心不由的一己 却听到好友又笑着道出 骗你的 合作谈好了 那边答应给三千吃投资 合同我已经帮你 你订好发你邮箱了 继承 你怎么对三千吃这么在意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说吧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好友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他就沉默地听着 突然秘书来电话了 他便直接把好友的电话给挂了 转接到秘书那边 秘书指出 贺总 刚刚林总的秘书联系我 说重新给三千吃投资 而且比之前还多了百分之二十的数 他让秘书直接拒绝掉 秘书很不解这是为何 询问道 贺总 您不是最近一直都在为三千吃的投资头疼吗 甚至您都让我把你买的所有股票变现了 以及您现在的房子还想着要卖掉 他无所谓地道出 那又怎样 就算是当初林正义没撤资 他也会让林正义撤资的 记忆是他护着的女孩 他怎么可能允许别人随随便便招惹了他的女孩 还独善其身 记忆漫不经心地闯入他的生命 又不动声色地占满他的生活 在他看来 亿万星辰也不及他的女孩 第二天一大早 他照常去公司开会 重新将三千吃的项目规划了一下 突然收到了记忆设有发来的信息 告诉他小易昨晚一整夜都没回来 打了电话也没人接 还只说小易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缺客 他隐约感觉出事了 抬头和秘书对视了一秒 随后一言不发地起声往外走 秘书瞄懂他的意思 马上帮他打圆场 他则一边往停车场走 一边给记忆打电话 云英一直提示已关机 等他赶到昨晚的酒店时 他惊呆了 房间里空无一人 看样子昨晚记忆就离开了 他一想到一个女孩子独自出去 衣服还被他撕成那样 心里顿时愧疚不已 他去了记忆家里 发现记忆不在家 但也不敢透露记忆失踪的消息 给记忆 只能随意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接着又找到记忆经常联系的朋友 发现记忆也没有找过朋友 他甚至开始查高铁车次 想看看记忆有没有购买记录 结果手机不争气的提示电量不足 他烦躁地开始找充电器 无意间发现了贺于光的手机 他这才想起来 记忆对贺于光一向依赖 猜测很可能会去了那里 于是马上加速往贺于光的公寓开去 没一会儿他就赶到了 他下意识戴上眼镜 恢复了贺于光的身份 随后打开公寓的大门 就见记忆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 他生怕惊扰到了记忆 走得很轻 走近后 他才缓缓蹲下 他直直地看着眼前的人 就见记忆一动不动地趴着 他忐忑地伸出一只手 温柔地抚摸记忆的头 已是安抚 记忆这才有反应 满脸泪痕地抬头看向他 他瞬间正住了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许师见到了可以依赖的人 记忆抽击得更厉害了 身体也不自觉开始发抖 他心疼地扶去记忆眼角的泪水 询问记忆发生什么事了 记忆看了他打的蚊子之后 反而哭得更厉害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伸手将记忆抱了起来 在心里对着记忆说了一遍又一遍地对不起 记忆趴在他怀里哭得昏天暗地 等记忆哭累了 他才将记忆抱起来 往房间走 无意间瞥见记忆刚刚坐过的地方 有一只录音笔 他很疑惑 记忆手里怎么会捏着这种东西 但现在也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他打开卧室的房门 轻轻将记忆放在床上 他希望记忆能好好睡一觉 抬头看见记忆早已关机的手机 便赶紧将手机充上电 可没想到一开机 林正义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他看着这个名字就来起 见电话无人接听 下一秒林正义给记忆发了一条短信 他刚想将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拉黑 林正义又连发了两条信息 小易 贺继承那边死活不愿意接受 我对三千只重新投资 要不我把我投资的新剧 给你个好的角色 你把你手里的那些录音给我成不成 看到录音两个字 他愣住了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赶紧回到客厅 捡起刚刚那支录音笔 他想林正义突然同意重新投资 难道跟记忆有关 他将录音笔打开 就听到里面一连串 林正义威胁记忆的不良对话 他猜想护许记忆昨晚去找林正义 压根不是为了新角色 而是为了他 可记忆明明那么排斥他 怎么会为了他 越想越烦 他一夜未眠 在书房待到天亮 他不断地模仿贺余光的自己 突然记忆端着早餐进来了 笑着道出 余光哥 对不起 我想敲门的 但是没想到把门给撞开了 他看着记忆状态好了很多 放心了不守 询问记忆是不是和记忱闹了一些矛盾 见记忆不说话 他又询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听他这么问 记忆才低声道出 余光哥 你说是误会 是不是代表着 你相信我不是那样的女孩子 文言他确定了记忆是真的因为他 才会铤而走险去找林正义的 他指出他相信记忆 记忆才慢慢道出 贺继承是因为帮了我才遇到的麻烦 我心里过意不去 可我没想到他会那样想我 他根本不知道 为了换来和林正义单独相处的机会 我被灌了多少酒 被恶言恶语羞辱过多少次 但我不能叫停 因为一旦停下来 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而贺继承也会因为我被迫放弃梦醒 听完记忆的话 他狠狠地挣住了 原来记忆是为了他 才那么委屈求全地承受着林正义的羞辱 可记忆的好意 却被他那么残忍地 生生地糟蹋了 他颤抖地打了最后一段文字 妈妈 我相信你 我忽然有些不舒服 我先去睡会儿 醒了就没事了 不等记忆反应过来 他急匆匆地往门口走 记忆看着他亮腔的背影 有些莫名 收拾桌子的时候 记忆瞥见了他遗落在座位上的一张照片 便好奇地拿起来查看 就见反面清楚地写着 愿你迷路一生 还是走到我身旁 随后记忆将照片翻过来 是一张自己当年在苏城时的照片 记忆在想 这难道是余光哥偷拍的 难道这句情话 也是余光哥写给自己的 想到这里 记忆心跳加速 无论是年少还是现在 余光哥似乎一直默默地陪在自己身边 难不成在年少 自己偷偷喜欢余光哥的那段时光里 余光哥也同样喜欢着自己 记忆激动地冲到他的房间门口 刚准备敲门 手又突然停住了 脑子里墨地地浮现出 自己和贺继承的种种 记忆觉得自己哪里还配得上这份喜欢 如果注定无法将喜欢说出口 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心动 他出众的表演明明被大家认可了 却还无端遭到全场同学的唾骂 只因摄友故意当众曝光了他的黑历史 在大家开心地结束期末表演时 一直嫉妒他的伶牙 早就提前安排好了一切 突然现场的灯都灭了 他听到背后大屏幕上 传来他熟悉的声音 整个人都震住了 一瞬间全场寂静 只有大屏幕在不断播放着他的录像 他惶恐地转头看去 就见到他这辈子都想抹掉的黑暗记忆 此刻他很想将自己藏起来 突然有人朝他砸过来一杯茶水 紧接着就是众人对他指指点点 他狼狈地听着这些嘲笑和唾骂 一言不发 林雅在一旁得意地哈哈大笑 其他两位摄友看不下去了 露视林雅太过分 然后快速扶着失魂落魄地他离开了现场 打来送花的贺继承 只看见了他伤心的背影 有些莫名 疑惑地转头看向大厅里面 就见大屏幕上赫然地播放着他的录像 再看林雅 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贺继承马上明白了 心里暗自发誓 林雅家住在他身上的所有 自己都会让林雅家被还回来 而他离开学校后 就独自来到了无人的河边 老天就像他的心情一般 下起了大雨 手机一直在响得不停 全是大家辱骂他的上百条未读消息 他一条也不想看 直接将手机拖进了水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瞬间想起了之前被老男人骚扰的一幕 便条件反射时的拼命反抗 哪只脚一滑 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他努力伸手 想大声呼救 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呼吸 他想如果他就这么死 那些恨他的人是不是就会放过他呢 他绝望地闭上眼睛 任由自己的身体往下沉 不然有个人跳进了水里朝他游过来 他感觉自己被人稳住了 赶紧拼命睁开眼 却怎么也看不清眼前的人 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还在想是贺继承 还是余光哥 突然嘴巴被咬了一下 他猛地反应过来 能让他这么痛的 也只有贺继承了 再后来他彻底没了意识 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有个人拼命把他拉出了水面 他在潮气中醒来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救赎 还是万劫不复 再睁眼 是一个认识他的护士 询问他还好吗 还指责他上次车祸好不容易才醒来 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他才知道这里是他曾经车祸昏迷三年的医院 这个护士也是之前负责他的 他询问护士是谁送他来这里的 还不要命地守在他床前 一直叫他的名字 他想到余光哥不能说话 叫他的名字 那难道是贺继承 护士突然想起来 告诉他之前他车祸昏迷的那三年里 这个人也经常来看他 好像是每个月18号 可他明明记得除了父母和阿姨 没有人告诉他有第四个人的存在 他怀疑护士记错了 护士很肯定地道出 不会记错的 因为那个人长得很瞩目 所以自己印象比较深 他的印象里 贺继承巴不得他离远点 不可能在那三年里去看过他 而且还不止一次 可纠结半天还是转身准备离开 那次恰好撞到了 来给他换被套的阿姨 男人很礼貌地向阿姨道歉 阿姨就觉得这个男人很奇怪 每个月18号都来看他 只是从来不进病房 护士也深有同感 觉得男人很神秘 也不知道是他的什么人 后来阿姨丢垃圾的时候 发现男人还没走 阿姨告诉男人 刚刚护士说他快有醒来的迹象了 询问男人要不要进去看看他 文言男人狠狠一正 马上灭掉手里的烟 跟着阿姨往他的病房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 男人停住了脚步 似乎很紧张 还努力平复自己 最终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男人默默地盯着他看了许久 带阿姨进去的时候 吓了一大跳 就见男人在温柔地亲吻他 像是在呵护珍宝一般 他也因此有了感应 眼睫颤了颤 男人震惊地看着昏迷中的他 一时忘了喊人 阿姨也被这一幕惊到了 赶紧叫来医生给他检查 医生指出病人的头脑意识 正在慢慢恢复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准备复健了 听到这个结果 男人很开心 而三年后 他再次躺到了这里 他记得他醒来后 阿姨时常在他耳边 念叨起那个 一直默默守候他的人 可惜他再也没有见到过 他在想 真的会是贺继承吗 几天后 他身体康复回到了宿舍 社友见到他很开心 还告诉他 林雅被学校劝退了 诽谤他的事也被曝光了 还有林雅之前陷害他的种种 都被人做成了帖子 社友感叹 但林雅这下 是真的没有翻身的余地了 旁边宿舍的同学 听到他这边的动静 也激动地过来插话 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导演系的 贺继承干的 毕竟上次他为了 逼林雅说出你的下落 险些把林雅 从窗户上推下楼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的事情 居然是贺继承帮忙解决的 照大家讲的 贺继承应该是帮过他很多次了 但贺继承明明那么厌恶他 一旁的社友都兴奋地 议论贺继承对他可真好 还严重怀疑 贺继承当初之所以和林雅做朋友 是因为他 一直与贺继承有联系的谈话话 也想起来贺继承似乎对他格外关心 找自己询问的 都是与他有关的事情 正准备说 哪里需要怀疑 根本就是 可话说到一半 他猛地将包包往桌上一放 打断了大家的八卦心 大家这才意识到 在背后讨论这些不好 于是笑着询问他 小易 你觉得贺学长这个人怎么样 他不想说这些 反问舍友 一会还有客呢 不走吗 随后收拾东西往外走 一路上大家都在他耳边不停地提 贺学长对他有多偏爱 询问他心里怎么想的 他淡然地道出 没怎么想 就是笑语而已 其实他很困 贺继承到底为什么要帮他 而不远处贺继承刚停好车 抬头就看见了他的背影 很意外 也很欣喜 无论是第几次见到他 还是会忍不住地想要靠近他 贺继承赶紧下车朝他的方向走去 就听到舍友询问道 记 你会不会喜欢上贺继承 见他不回答 舍友继续逼问道 你难道没有对贺继承动心吗 不远处的贺继承也紧张地等着他的答案 他眉头紧锁 脑子里回荡着舍友的话 顿时心中难受不已 他永远都忘不掉 那一晚 贺继承是怎样对他的 讨厌和躲避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在贺继承身上产生美好的情感 于是他一字一句地道出 你会喜欢上一个你讨厌的人吗 舍友觉得他在开玩笑 毕竟贺学长对他那么好 怎么会是他讨厌的人 他直言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 喜欢他 心动他 还不如杀了我 话音落下 身后的贺继承顿时心如死灰 连手里的燕燃进了也没察觉 贺继承就知道在他心底 自己就是这么不堪 他为救深爱的女孩 差点豁出性命 不但没有换来女孩的一声感激 反而还被女孩厌恶至极 只因他曾误会女孩不检点 一技之下狠狠伤害了女孩 为此他很自责 他偷偷帮女孩解决仇敌 还经常在学校蹲点 想偶遇女孩 终于这次让他遇上了 他激动地赶紧下车 朝女孩的方向走去 却听到女孩 一字一句地道出 你会喜欢上一个你讨厌的人吗 文言他顿时心如死灰 连手里的燕燃进了他都没察觉 舍友上前喊他 他也置若望闻 舍友没在意 询问他今晚宿舍聚餐 来不来 见他还是不说话 舍友又喊了一声成歌 他才回过神来 询问舍友在哪 舍友指出就在他们学校 对面的火锅店 说着推着他一起走 他满脑子都是女孩 刚刚说的那句话 你会喜欢上一个 你讨厌的人吗 越想心越烦 而另一边女孩 也被舍友们拉出来吃火锅 舍友指出刚好自己有个老乡 也带了宿舍的人 一起来联谊 话音刚落 舍友的老乡出来迎接了 女孩便跟着舍友 一起走了进去 一直走到他坐着的餐桌 这边才停下 他低着头 心事重重地在抽烟 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动静 直到舍友惊讶地 喊了一声贺学长 他才抬起头来 女孩也看见了他 似乎是很不自在 但还是强装淡定地落座了 其他人并没有发现 他们俩的异样 继续有说有笑 他沉默地又点了一支烟 一口接一口地抽着 仿佛局外人一般 菜很快上齐了 大家聊得热火朝天 见他一直不动筷子 舍友还提醒他吃饭了 女孩也看出来他很伤感 可在女孩的印象里 明明霸道狂妄 自以为是这类的词 才是属于他的标签 觉得伤感这个形容词 应该完全不属于他的世界 女孩在想 他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却不知他也在偷看女孩 还心里暗自叹息道 难道遇见你 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吗 没一会大家都吃饱了 女孩惊讶地发现 他连餐具都没有打开过 舍友近时间还早 提议来玩个游戏 询问他要参加吗 不等他回应 有人扬声道 诚哥 肯定不会 他抬眼看了一眼对面的女孩 破天荒地道出 随后舍友给大家分发纸和笔 指出规则很简单 对在场的一个人 说出一句你想说的话 大家每人抽一张 凭缘分传到对方的手上 率先抽出的舍友大声念叨 你袜子很臭 弄得一旁的胖子很尴尬 接着胖子又念叨 我知道你昨晚在卫生间 干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气得舍友马上让胖子闭嘴 等到第三个人打开纸条时 瞬间愣住了 然后将纸条递给女孩 女孩有些疑惑 接过纸条 就看见上面醒目的写着 记忆 对不起 女孩下意识抬头看向她 她也正盯着女孩 几秒后又默默地低下头 女孩在想 是谁在给自己道歉 这个屋子里 除了她宿舍的三个人 今晚是第一次见面 而自己的两个摄友 只会像其他的纸条内容那样损自己 所以也不会是自己的两个摄友 唯独她和自己有过不愉快 想到这里 女孩再次抬眼看向她 总觉得她这样骄傲的人 不可能跟自己低头道歉 可下一秒她朝女孩点了一下头 女孩有些不敢置信 心虚地称没什么 这时她的手机来电话了 她没有马上接听 而是起身道出 她还有事 先走一步了 说完直接离开了座位 大家一脸莫名地看着她 不好说什么 突然服务员走过来提醒她 各位 我们店现在刚好有个活动 一会儿大唐许愿中敲响后 如果你虔诚地亲吻你喜欢的人 并对她告白 你们终有一日会走在一起 她深深地看了一眼大唐的方向 继续往前走 留下来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很激动 都想下去看看热闹 于是一窝蜂地往许愿中这边错 人实在太多了 女孩被挤到了后面 墨地的大厅的灯灭了 大家还以为这是活动的仪式感 很期待 此时钟声响起 大厅也瞬间安静下来 忽然女孩的手被人抓住了 女孩来不及反应 就被拉到了一个熟悉的怀抱 紧接着直接被人稳住了 女孩很想知道是谁在亲自己 就听到她低沉的嗓音响起 其实我真的还不错 你要不要试着喜欢我一下 女孩吃惊地看着眼前的黑影 更加好奇她是谁 她温柔地亲吻女孩的额头 如西式珍宝一般 女孩总觉得这触感有股莫名的熟悉 而且自己居然一点也不想推开它 但最后一声钟声落下 灯重新被打开 女孩有些不适应 死尽地揉眼睛 等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身边竟然空无一人 女孩在想难道刚刚只是一场幻觉 可唇角还残留着她唇指间的温度 女孩很确定 在那五秒里 真的有人来到过自己的身边 这时摄友过来喊女孩回桌 女孩才反应过来 跟着往餐桌那边走 但心里还是疑惑 她是谁 而她在走出火锅店之后 手机又来电话了 她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女孩那边 才缓缓接通电话 说了两句便挂了 她再次转身看向大厅方向 许愿中那边已经没什么人了 她回想起刚刚那几秒 她告白的那句话 其实我真的还不错 你要不要试着喜欢我一下 不要那么讨厌我 之所以没有讲出最后一句话 是怕女孩认出她 她很想告诉女孩 记忆 你可知我有多想正大光明地爱你 但哪怕是这个微不足道的愿望 在你我这里都是天方野太 如果那个稳真的能让我们在一起 哪怕是晚一点 我也愿意等下去 她明明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却在仇敌对她屡次言语攻击时 选择了忍气吞声 只因她知道仇敌是在故意激怒她 好让她与仇敌起争执 从而给媒体抓拍的机会 以达到抹黑她的目的 只可惜她没那么傻 今天可是三千次的开机宴会 这么盛大的场合 她才不会上当 见她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千哥更加生气 不悦地嘲讽道 你真以为你进了剧组 女二号的角色就彻底属于你的吗 她知道千哥是故意的 当作没听到 绕开千哥去按旁边的电梯 见状 千哥灭掉手里的烟 又凑过来继续讥讽道 如果你真要是那么想 那你就天真了 我是不可能和你共处一个剧组的 不过不得不承认 你还是挺有本事的 能拿到女二号这个角色 说来我还挺好奇的 记忆你跟了哪个投资商 或者是跟了几个 是不是都是老男人 听说那些老男人花样都很多的 你当心身体 千哥以为自己的一番话 一定会刺激的他和自己吵起来 计划着 让经纪人录下这一幕 再加以剪辑放出去 他必然会被自己的大量粉丝围攻 哪知下一秒 他笑了 还心平气和地道出 就算是我们两个人中 真的会有人福天抢地 那个人也一定是你 所以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看看到底是谁 让谁在剧组里度日如年 这时电梯门开了 他若无其事地抬脚往里面走 甚至还不屑地冷笑道 哦 不 是杜淼如年 记得千哥只能咬牙切齿地瞪着他 电梯门关上后 周围总算是安静了 他心想 千哥未免也太自不量力了 真以为他是软柿子 随便任人揉捏吗 三年前他当千哥是朋友 没有防备 才会失足 三年后 他要让千哥清楚地知道 曾经和他对立的那些人 是怎样的下场 将来的千哥就是怎样的下场 虽然他知道千哥不会放过他 但他没想到 千哥居然会用那样 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他 拍摄第一晚 忙到七点才领到盒饭 他饿得不行 想着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吃饭 却突然被人撞了一下 刚领到的盒饭全散了 等他回去想再领一盒时 工作人员告诉他 盒饭都是按人头准备的 他要是再领一份 别人就没得吃了 拍摄第二天上午 他想趁着下一场还没开拍 去上个厕所 结果有人不顾他的意愿 直接插队 他等了五分钟里面的人都没出来 工作人员跑过来告诉他 开拍了 他只能憋着不是继续去拍戏 拍摄第三天下午 他正在准备下一场的妆容 可化妆师突然肚子又疼了 然后急匆匆地去了厕所 工作人员又在旁边催镜 其他化妆师也都在忙 他只能拿起工具自己画 拍摄第四天深夜 他的衣服不小心破了一个大洞 场务不耐烦地斥责 他总是出差错 还对着贺导抱怨他的不适 贺导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他 他抬眼看过去 就见千歌正在和贺导说话 还颇为得意地朝他笑 他知道 当平凡过了头 便不再是意外 而是故意 果然是千歌搞得鬼 他回到更衣室 衣服已经被工作人员重新缝好了 他拿衣服查看刚刚破的地方 发现腰这边一长条 有好多线头 他猜这些线 应该是被刀片划骨 虽然看着一切如常 但是穿在身上 一旦稍有点大幅度的举动 线头必然会齐刷刷地崩开 千歌居然想让他 在整个剧组前走光身子 真是够变本加厉的 连这种阴损的招数都玩出来了 既然千歌敢这么玩 就别怪他不留情面 他想 正好就趁这次机会 来好好清算清算 他明知道戏服被人动了手脚 却还是若无其事地 将戏服穿上去拍戏了 只因他想将计就计 给暗中算计他的人一个措手不及 他如往常一样认真在拍戏 直到最后一个镜头 是他被女一号推下楼梯 他狠狠地摔倒在地 戏份到这里导演喊了卡 女一号知道 刚刚他摔倒的动作幅度那么大 这回衣服肯定已经坏了 很期待他起身后 在大庭广众之下闹笑话 厂屋见他迟迟不起来 询问他是伤到哪里了吗 他捂着疼痛的腰间 艰难地起身 手一拿开 群是血 吓得厂屋慌忙大喊 血 好多血 女二号受伤了 大家闻声看过来 就见他腰间布满了血 一号很疑惑 他怎么会出那么多的血 厂屋见他伤势很严重 冲过来找贺岛 告诉贺岛女二号拍完最后一场戏 时时没起来 工作人员发现他受伤了 闻言贺岛一惊 立声道 谁 厂屋见贺岛突然变脸 吓得不轻 忐忑地道出 女二号 好像是叫记忆的那个来着 贺岛马上让厂屋快叫医生 然后自己往他那边跑去 生怕他出大事 心里慌得不行 大家见贺岛亲自过来 很意外 他听到这一声声贺岛 猜到是贺继辰过来 他没想到他受伤这事 竟然惊动了贺继辰 贺继辰看着他腰间血流不止 整个人震住了 不知道他怎么会伤得这么重 而他 看到贺继辰为了他 度出这么无措的神情 觉得不可思议 下意识将贺继辰的手推开 贺继辰低声询问他 怎么伤成这样呢 他听出来贺继辰的语气 好像是在害怕 他在想贺继辰难道是因为他受了伤 才害怕的吗 贺继辰上前一把将他抱起来 也不管大家的议论声 直接带他离开 他看着这样的贺继辰 心里五味杂陈 这还是贺继辰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 就会将他弄坏了一半 直到看到一处可以休息的地方 他轻轻将它放下 然后蹲下身仔细查看他的伤口 想将他沾着血的布料撕开 却不小心撕扯到了他的伤口 意识到他特别痛苦 贺继辰马上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改成帮他把腰间的腰带解开 他从来没想过 贺继辰有一天会这么关心他 等到外衣完全解开 露出血肉模糊的离石 贺继辰整个人都不好了 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把他伤成这样的 这时工作人员将药箱拿过来了 走近看到他的伤口这么深 很震惊 指出他需要立即缝针 但是药箱是应急的 没有麻药 贺继辰握住他的手 温柔地倒出 疼就抓着 接下来缝合的过程很煎熬 贺继辰看着他痛苦的模样 心疼得不行 想抱着安慰他 又怕他会反感 伸出的手生生停在了半空中 他抬头看向贺继辰 不敢相信这个一向淡定清冷的男子 喜怒情绪从不放在脸上的男子 居然还会有这般兵荒马乱的神情 他本以为 刚刚一路抱着他进宫殿的贺继辰 已经很失常态了 没想到此刻的贺继辰到了疯狂状态 而这一时刻 还是因为他 缝合好之后 贺继辰给他拿了一件新的戏服披上 然后拿着他戴写的衣服起身 冰沉着脸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 他在想 是不是贺继辰没有他看到的那样厌恶和嫌弃的 更或者说 贺继辰的心底是有些在乎他的 毕竟 他们曾是那么要好的朋友 而另一边贺继辰拿着他的戏服 准备扔进垃圾桶 突然摸到衣服里 有一块很硬的东西 贺继辰疑惑地将衣服摊开查看 结果下一秒一个刀片从衣服里掉落出来 贺继辰捡起带写的刀片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随后拿着衣服去了拍摄现场 询问工作人员 剧组的衣服 是谁负责管理的 见工作人员不吭声 贺继辰怒了 不悦地训斥道 厂务 没听见我说话吗 厂务被贺继辰的样子吓到 赶紧道出 服装助理 三分钟后 服装助理被叫过来了 贺继辰直接将带写的衣服 往地上一扔 怒吼道 衣服上怎么会有刀片 服装助理猛了 吓得后退一步 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女一号和经纪人下意识地看向对方 女一号很清楚 她的衣服是动了手脚 但刀片是从哪来的 她是出了名的好老板 但员工一向宽厚 这一次竟然要断送助理的前程 只因助理负责的 演员服装里面加了刀片 她深爱的女孩 因此受了很重的伤 见服装助理一直不吭声 她不耐烦地冷声道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这件衣服 除了你 真的没其他人碰过 服装助理明明心虚地不行 却还是肯定地道出 没 除了自己之外 真的没其他人 见状 她让副导报警 顺便把她的律师请过来 带记忆去验商 准备法院起诉 确保服装助理今后 进不了任何剧组 说完大步转身离开 服装助理慌了 马上解释道 喝道 刀片不是我放的 是千歌姐手下的助理小央 她动过衣服 是她对衣服做的手脚 魂言她的脸 瞬间黑到了底 大家齐刷刷地 看向千歌 此时现场异常地安静 她怒气冲冲地 走到千歌面前 阴冷地质问道 你居然又伤她 听到她的话 大家意识到千歌 不是第一次算计进一 不经唏嘘不已 千歌想开口狡辩 她打断了千歌的话 咬牙切齿地道出 上次你为了把她踢出剧组 对着林正义诽谤她的时候 我已经警告过你 那是最后一次 没想到你居然不知悔改 又对她玩音的 千歌猜想 也许她从一开始 就怀疑跟自己有关 之所以这么大费周章 就是为了逼自己 在众目睽睽下说出真相 她不单单是为了 给记忆讨回公道 还想推波助澜地毁了自己 想到这里 千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故作淡定地解释道 客道 上次我是和记忆有点小矛盾 但我是女一号 她是女二号 我有什么好针对打压她的 更何况 不能仅凭服装助理的一面之词 就给我扣上帽子 说不定是服装助理和别人联手 反驳来陷害我 文言服装助理马上反驳道 千歌姐的人 不单单找过我 还找过别人 千歌姐不止对记忆做过这一件事 记忆上次拍戏 衣服破了洞 就是千歌姐的人做的 记忆拉肚子那次 也是千歌姐的人 在记忆的矿泉水里下了药 还有记忆每次去厕所 总会有那几个人 跑出来抢占厕所 害得记忆没办法用洗手间 一旁的千歌心虚地上前 拽住服装助理的肩膀 不顾形象地破口大骂 服装助理豁出去了 继续道出 不单单是这些 就连记忆的盒饭 都总会遇到稀奇古怪的问题 记忆从入组到现在 可能一顿盒饭都没吃过 听到这里 她整个人都不好了 愤怒地扬声道 警察呢 到了吗 还有律师 律师还要多久 服装助理还以为警察和律师 是为自己准备的 敢紧表态 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克总 您要是不信 我可以告诉您千歌姐的人 都收买了谁 我现在就可以指点您 说着马上伸手 开始指认相关人员 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对着千歌指指点点 言语中满是嘲讽 千歌忍无可忍 想为自己争论 身边的助理立马拦住千歌 摇头示意千歌不要说话 随后将千歌护在身后 高声道 整个剧组里对记忆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安排的 和千歌无关 他毫不知情 原因很简单 我觉得记忆对千歌的威胁很大 我接受起诉 也接受警察的调查 他心里很清楚 助理虽然替千歌完全撇清了关系 但不过是一种紧急公关的方式而已 就这么让千歌逃过一劫 那千歌欠记忆的用什么来还 他很不甘心 慢慢地朝千歌逼近 千歌还以为他是想直接帮记忆出气 如果是这样 那记忆以后恐怕在剧组里 也将寸步难行 千歌害怕地后退一步 打着他突然转头 让副导负责处理后续的事情 交代完之后 他直接转身往宫殿走去 抬头一看 发现记忆不知道什么时候带着伤出来了 他马上加快脚步朝记忆跑去 心里还埋怨到 他受了伤 不在里面躺着 怎么出来了 记忆看着他焦急的样子 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记忆心里很清楚 千歌的确不是凶手 因为自己才是 这个女人竟然故意将刀片藏进自己的戏符里 导致拍戏的时候 自己身受重伤 只因他想借此引起剧组的重视 从而顺理成章地 让警局那边插手 虽然他知道这样很舍 但这却是他能狠狠还击千歌的唯一一条路 只是他没想到 贺继承居然帮他做了那个出头人 贺继承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他在剧组中处处被人故意欺压 心疼得不行 想到自己之所以放下第一学府的荣耀光环 不惜和贺家闹得不合 执意来北京当导演 不过就是为了离他更近一些 好护他周全 执他安好 可他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居然还受到了这么多一句 贺继承越想越难受 询问他 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他想说 告诉贺继承又能怎样呢 贺继承只会觉得他在撒谎 博取同情 不是吗 见他不吭声 贺继承有些恼怒 再次逼问道 我问你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当我是百事吗 有人妻 贺继承刚要吼出来的话 突然卡在了喉咙里 贺继承意识到自己似乎忘了 他有多倔强 四年前 自己因为吃醋 他又怎么可能会回来找自己呢 就算是他在剧组里受了天大的气 他去找一个陌生人帮忙 都不会来找自己 再看他苍白的小脸 贺继承猜想他现在应该很痛吧 想开口关心他 想询问他要不要抱他回酒店 可一开口 才说一个字 后面的话 怎么也没有勇气问出口 他闻声期待地抬头 看向贺继承 就见贺继承撇开看他的视线 闭口不语了 他有些失望 贺继承也挺嫌弃自己的 责怪自己一点也不争气 但又不想视而不见 就猛地拽住他的胳膊 不管不顾地将他抱了起来 周围的人被这一幕惊叨 他看着这样的贺继承 有些动容 主动靠到贺继承的耳边说了声 谢谢 贺继承正着 这还是这么久以来 他破天荒地第一次主动靠自己这么近 很快贺继承带他来到剧组包的酒店 他腰间有伤口 下车只能慢慢往外泥 贺继承二话不说 走过去将他抱了出来 他想说他可以自己走 可贺继承根本不搭理他 一言不发地抱着他 往酒店里面走 他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沉默 贺继承熟练地找到他住的楼层 一口气将他抱到了他的房间门口 突然就停住了脚步 这才想起来没有他的房卡 他很疑惑 整个剧组的人都住在这个酒店 贺继承怎么会如此清晰地知道 他住在哪个房间 他记得贺继承一向讨厌他的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关注他 就像是刚刚在片场 贺继承看他受了伤 那么焦急而又失控地反应 他正想得出神 贺继承忽然询问他 房卡呢 他下意识就掏了出来 递给贺继承 贺继承拿起房卡在门锁上靠了一下 门开了 映入眼帘的是简单的小单间 贺继承没想到厂务 居然给他安排这种压抑的小房间 心里很势不快 将他放下后 贺继承给他去倒水 他不停地用纸巾擦拭伤口渗出的血脂 等贺继承倒好水转头看向他时 发现出了他刚流的血 地上的垃圾桶里有许多旧的血脂 贺继承赶紧将水杯放下 询问他还有哪里受伤了 见他不答话 贺继承焦急地走过去 立声道 找我看看 他还没反应过来 贺继承便强行扯开他的外套 想查看他身上是不是还有别的伤 导致他身体突然失去平衡 情急之下他抓住贺继承的衣领 不小心将贺继承拽到了他的床上 明知道他受了伤 这个男人还将他压在床上 粗鲁地撕扯他的衣服 原来男人是想查看他身上 还有没有别的伤口 担心他身上还有自己不知道的伤 贺继承马上询问他 还有哪里受了伤 他却一言不发 贺继承急了 直接掀开他的衣服自己查看 他还以为贺继承这种时候还要欺负他 吓得浑身发抖 结果等了几秒没有听到其他动静 他忐忑地睁开眼 发现贺继承在小心翼翼检查他的伤口 他不懂贺继承到底想干什么 贺继承再次询问他 还有哪里受了伤 见他依然不吭声 贺继承只向旁边的垃圾桶询问道 垃圾桶里怎么那么多带血的纸巾 他才反应过来 只说是鼻血 这几天拍戏时一直没喝倒水 有点上火 总是流鼻血 文言贺继承立刻起身 重新给他倒水 贺继承没想到 他拍戏时竟然连水都喝不到 猜测肯定又是千哥搞的鬼 自己这么宝贝的女孩 却被千哥欺负折磨成这样 贺继承越想越气 他看着贺继承阴沉的背影 不明白贺继承为何生气 不然贺继承发现 角落里有一箱泡面 活气更大了 自己明明吩咐厂屋订饭的时候 多准备些他喜欢吃的菜 可他却被设计得只能吃泡面 想到这里 贺继承怒火滔天 失控地捏爆了刚倒的一杯水 瞬间手心血流不止 他在贺继承背后 虽然没看到 但也能感觉到贺继承很不对劲 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客道 贺继承却满脑子 都是他这几日 被谦歌折磨的样子 根本没听到他的声音 片刻后 贺继承才回过神来 重新拿了一个玻璃杯 丢到了一杯水 直接快速递给他 然后让他好好休息 说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 他有些莫名 低头一看 瞬间惊呆了 手里的玻璃杯上 竟然全是血 他实在不明白贺继承是怎么了 他也没招惹贺继承 明明在车上的时候 贺继承脸色好转了很多 怎么一进他房间 就莫名其妙地又动了幕 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他怎么就没发现 贺继承有这么阴晴不定的一面 想着想着 他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被敲门声吵醒 他还以为是贺继承回来了 起身打开房门 发现来的是千哥 他询问千哥来做什么 千哥不屑地道出 你以为我稀罕来你这个破地方 总归是我手下的人伤了你 我怎么也要来做做样子看看你 他嘲讽道 身边唯一有脑子的人进了公安局 还没保住自己的形象 你可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千哥不甘示弱 扬声道 说起来陪了夫人又折兵 谁也比不过你 不是吗 高三那年 你明明喜欢的是贺余光 却和贺继承睡在了一起 事后贺继承不要你就算了 你还因他怀孕 手术时险些丧命 你说贺继承都那么对你了 你居然还能百般讨好他 你说你是不是不要脸 他不悦地道出 说完了吗 说完了 就从我的房间滚出去 千哥却偏步 还转身往他床那边走 然后毫不客气地坐下来 继续讥讽道 老实说 记忆 你该不会是拿你当初的第一次 跟贺继承谈条件 得到这次女二号的角色吧 他冷冷地盯着千哥 一字一句地道出 千哥 我一直在想 如果有下次 没了你的经纪人 是不是那个时候 就是你亲自被警察带走了 千哥愤怒地开口反驳 可话说到一半 突然意识到他话里的深意 猛地起身 气势汹汹地走到他面前质问道 那个刀片 是你自己放的 对不对 他冷声道 是又怎样 千哥没想到 他居然放刀片嫁祸给自己 激动地准备开门去警局揭发他 他淡然地反问道 是吗 你有证据吗 我早就告诉过你 无论是四年前还是四年后 你都只会是我的手下败将 是你不听 执意要跟我斗 今日之事 只是一个开始 将来你失去的 会是你的荣耀 你的地位 你的前程 终有一日 我会让你一无所有 跪地求饶 千哥被他周围强大的压迫感吓到 心虚地甩了一句 走着瞧 便快速开门了 结果抬头一看 发现贺继承正站在门外 他和千哥都很意外 贺继承阴冷地盯着千哥 那眼神似要杀人一般 这个男人明明知道 他是故意诬陷别人 却没有半分责怪 反而还教训那个被他诬陷的人 只因男人知道他会做到这一步 也是逼不得已的 贺继承原本是来给他送您养品的 却意外听到了他和千哥的对话 他也没想到贺继承还会折回来 现状 千哥开始向贺继承告他的状 贺道 您刚刚是不是听见记忆和我的对话 他拍戏衣服里的刀片 其实是他自己放的 贺继承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他心虚地低着头 不知所措 他知道贺继承最讨厌的 就是演员耍心思耽误拍摄 何况贺继承还第一时间站出来 替他解决了这件事 要是让贺继承知道 最大的操控者居然是他 他不敢想会有什么后果 千哥见贺继承不吭声 以为贺继承是没听清楚 又继续道出 贺道 我以为是我经纪人伤了记忆 特地带了这么多补品来道歉 可我现在才知道是他故意陷害我 无论是从人品还是能力 记忆都不配成为一个演员 贺道 我需要记忆给一个说辞 我也希望您能给我的经纪人一个公道 贺继承依然没说话 只是大不得走了进来 弄得他更紧张了 不明白贺继承进来做什么 就见贺继承轻轻放下手里的东西 然后转头对着千哥扬声道 好 我给你个公道 千哥还以为贺继承会帮自己 一阵欣喜 结果下一秒贺继承拨通了前台的电话 高声道 2006房间 派个服务员过来 他和千哥满脸的疑惑 没一会儿 服务员赶过来了 贺继承让服务员进来把房间里的垃圾处理一下 服务员马上去收拾床边的垃圾桶 贺继承道出 不是那些垃圾 是这些 说着只向千哥拿过来的一堆礼品 服务员看了一眼地上的高档礼品 怀疑自己听错了 不确定地询问道 先生 您是让我把这些营养品都扔掉吗 文言 贺继承冷笑道 营养品 垃圾的人带来的东西只能是垃圾 他听到贺继承这么说 心狠狠的一正 这营养品是千哥带来的 贺继承这话 明显是在变相讽刺千哥 见服务员在发愣 贺继承催促道 动作麻利点 把这些垃圾赶紧给我丢出去 留在这里 看着乐线 服务员不敢再耽搁 只能快点收拾 他不是没见识过贺继承说话有多难听 甚至一度因为这恨极了贺继承 可他没想到 有一天 贺继承居然会用毒辣的语言来维护他 服务员收拾完刚准备走 贺继承又叫住了服务员 提醒道 把床单被照也换了 刚刚被垃圾碰过 他注意到贺继承盯着的 是千哥之前做过的地方 便马上意识到 贺继承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站在酒店房门外了 但他不明白 贺继承明知道真相 为什么还要帮着他对付千哥 一旁的千哥被狠狠地伤到了 委屈地喊道 贺道 不等千哥继续开口 贺继承阴冷地质问道 这份公道你可满意 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还轮不到你来评价 你别以为我不清楚 你在背后耍的那些小手段 他能走出今天的这一步 也是被你逼的 我警告你 在我眼皮子下面 你最好给我收连点 再有下次 我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好说话 听到贺继承这么维护他 千哥很难受 千哥本以为贺继承听见了 自己和他的对付 就会气他 可贺继承根本就没上自己的套 千哥这一生最不愿意的 就是在他的面前失态 可贺继承偏偏就是要让千哥不如意 千哥越想越不甘心 便瞪着他凑到贺继承耳边小声道出 你这么护着他 在意他的安危 可他呢 他把你最在意的东西化作武器 还设计我 甚至连你都被骗得团团转 一旁的他注意到贺继承脸色越来越不好 很好奇千哥到底说了什么 就看到贺继承猛地将千哥推推 幕后道 不要再说了 贺继承很清楚千哥是想借自己的手 看他的笑话 没门 于是贺继承冷冷地道出 你刚刚不是说 要记忆给你一个说辞吗 我告诉你 只要我贺继承活着一天 他记忆就不需要给你任何说辞